歡迎大家來臨 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會主辦的一個講座 這個講座的title就叫做探究社工價值座談會 很簡單的說 其實今次這個探究社工價值座談會 由系會搞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目的 因為近期社會界牽起了一個對社工在政策槍 和促進社會公義的角色的探討 究竟社工應該怎麼做些什麼 其實整個目的就是希望更加多社工的同學 或者相關有興趣的人士知道多些這方面的看法 和互相交流一些觀點 就希望借住今晚的一個setting 可以給大家一個意見的交流 其實在很短時間之前才知道 要處理這個主持角色 但我覺得這件事都做得盡量做 盡量做吧 但是因為這樣 他們都很緊受 因為有四位嘉賓 時間不是那麼多 我已經被叮了一條九點半月 其實我一個最拿手的東西就是這個控制時間 所以我絕對控制時間 控制得很好的 這個控制時間 所以我很簡單的 只能用十秒鐘介紹每一位講者 介紹講者之前 我打算用三十分鐘介紹自己 那就是 可笑了 我叫朱偉智 如果不認識我的同學 我就在這裏 ABSS教書 我曾經都是社工 我現在是教socialology的subjects 不是 我現在是教socialology的subjects OK 幾位嘉賓 分別是鄺俊宇 這樣呢 其實這幾位嘉賓都有特性的 他們都是現在在學著 或者已經讀完社工的過程 在不同的崗岸裏面做事 鄺俊宇本身是一個區議員 這樣也是在讀社工的 那旁邊那位是葉寶林 那就是他也是社工的 他現在是先駐教職務協議員會 也正在做幹事的 那旁邊那位就是我的同事 我長輩大朱志強 那又是社工 那明顯一定是社工出身 如果不然是教不了 就是做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的東西 這樣就 最盡的那位就是 郭敏森先生 他就是香港政界透社執委 也是社工畢業的 那我想很簡單介紹了 那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一個環節 其實要做到這個所謂 探究社工價值座談會 那有關當局 對不起 有關方面 那他們很想做當局 但是做不到 那就有三個範疇去嘗試去捕捉這個探究的過程 我用了三個大heading 分別就是選擇修讀社會工作 或從事社會工作的原因 第二點就是社工在社會上應有的角色 還有第三個就是如何重複 重複 不是重複 重複 重複社工的公共性 那當然 首先我看過重複 除非你打錯字 沒得說 但如果不是你真的想說重複 即是說現在沒有了 你想重複它 那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稍後再討論 其實這三個所謂的大題目 就是想著橫跨今晚的座談會 希望可以透過幾位嘉賓 本身他們在這方面的經驗 和自己的體會 在各個範疇裏面去演繹他們的看法 首先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用第一個題目開始 所謂選擇修讀社會工作 或者從事社工界服務的原因 由幾位港者 他們可以不分次序地 誰想說話就先說話 那他們先發言 我現在把波交給你們幾位 哪位講的先沒有問題 不要要我到時候講你先 OK 請開始 你不說我先講的 阿星開始 先開始 後三 先講 先講 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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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傻的 我覺得 最簡單 為什麼我會做 就是想讀社工 是因為我小時候真的覺得 我會覺得影響我幾大的人 是我的社工 因為我小時候 首先我是一個非常具破壞力的小朋友 我曾經試過扭開我阿姨的家裡所有水喉人 走了 然後我阿姨的業主打給她 說不行 我家裡水泡 我媽媽也看到我太橫皮 於是乎把我送到樓下的青年中心做義工 我記得我應該是三年開始做義工 也開始接觸社會服務 當然不是很具體的 但是那時候我覺得挺好玩的 幫人的過程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小時候已經想到 大一個可不可以做社工呢 那當然啦 其實是其後 就到我自己 那個家庭的負擔 還未能夠令到我可以再讀 然後再到我 07年我選舉 那我就當選了做區議員 那其後我覺得 咦是時候了 可以自己去籌這個學費 於是就開始 暴飲這個心願 就是當大家要明白 你的功課會摘死你 你的實習那些路會捨死你 等等等的等數 但是我又會覺得沒有後悔過的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我聽過一句說話 一個醫生醫一個病人 一班社工醫一個社會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是需要社工 是需要得很緊要 這一刻的香港 是因為我 雖然我現在未做社工 但是因為我的工作是區議員 我平日接觸的個案子的方法 其實都很類似社工 甚至我是很想把 我想學到的社工那種的方法 是融入在我們的地區工作裏面 最重要的是同理心 同理心真的很重要 就是卡人 我們平時 我自己辦事處做不同的個案 我們本年辦事處 可能剛剛做2000個個個案 那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不是的 可能是小子一個婆婆進來哭 哭到飛起 然後跟你說 我家的電視機壞了 看不到通常運銷 然後你要安慰她 但她覺得真的很嚴重 她電視機壞了她的生活 沒有了一半 那你又要很同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們找人幫你 當然也會有一些 我們叫做對談的技巧 是能夠應用在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拉近 在社工之前 我會覺得自己是掌握到個型 但未去到個十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相信 一會兒可以再講多一點 而我自己會覺得 我雖然知道 社工工作 社工的功課是非常辛苦 但我沒有後悔選過另一課 那我反而想聽一下隔離 那些朋友 那我講甚麼 我都想知道 最簡單 我想知道 要保留 當時你會選擇 你為甚麼會選擇社工讀的呢 其實 抗綜藝比我年輕好幾年 所以 我那個原因 就是 和社會有扣連 其實 我是 當我去讀高中的時候 適逢 是九十年代尾 就來九七的時候 其實我本身 高中的時候 是讀 讀science 如果大家都是A-Level出身的 DSE 那時候A-Level 我們選擇Drupal 的時候 會不會有兩回合 第一回合 可以任牌 那時候 差不多有八成 我都是選擇science 那時候 我就會 想選擇 Baltech 我覺得 因為Baltech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很powerful 哇 搞人家DNA 還不是很powerful 那 但是之後 其實 到了高中 中七的時候 其實是 剛剛那時候 九七年 那時候 社會的環境 是 滿佈了一種 很未知數的環境 比如說 今天經常都會問 大家的身份 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其實那時候 問得更加多 在書本上都會更加多 大家都是讀中化科的年代 對不對 這個身份的問題 都會經常在中化科 會討論的問題 我自己都經常在想 那幾年 發生了幾件事 好像很微不足道 但是 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一件很大衝擊的事 一個就是 剛剛天安門上映 那時候 自己不是很認識 六四件事 小時候 只是剛剛 搬 社會流動 由公屋搬上屋 買了新錄影機 去看八九的時候的新聞報道 其實也不太知道什麼 只知道是大事件 去到大埔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出現 就是逢星期二 三十元特價戲院飛 每個星期都會和同學 現在都只剩下兩個 軟線的沙田UA看新片 其中一個就是看天安門 那時候我們包一行 看到哭了 自此之後呢 我又會經常去公共圖書館的 reference library 看microfilm 六四的新聞 對自己衝擊很大 我都會問到很多 有關於身份認同的問題 身份認同和社會有什麼關係呢 當人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認識這個地方 香港這個地方 當你發現 你自己和香港和中國大陸 是那個身份那個扣連的時候 會更加關心 就是你關心這個地方 你不可能逃避 你就要關心 在這個地方 其實最底層的人 那些弱勢社群 所面對的處境是怎樣 坦白說我成績不是特別厲害 就是Band1學校裡面的bottom 5 而我自己就是第二次選擇 Zoom Plus的時候 就完全推翻了我本來 就是選擇science的選項 我就選擇science為先 而我那時候 自己的成績也沒有去讀science 只能夠選擇science 只能夠選擇science 因為我也有一個印象 就是覺得 只是讀數字 或者science 就比較是讀理論 那時候大家 正如大家 選擇science 都不太知道 那些科技的具體 是怎樣讀什麼 都是在對於科目的想像是怎樣 那會相信的 我真的 如果是能夠去認識底層生活 是怎樣的話 讀social work 是有助於我去達到這個目標 而我那時候 都很清楚地去知道 我讀不代表我要去做的 正正是我讀的時候 其實社福界 是面臨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無論是說family service的檢討 youth service的檢討 即是外展服務萎縮 變成是IT team 又或者是lumsum ground 其實都是在 又或者是註冊制度的出現 其實都是在我讀書的那段期間 98年至01年的時候 是那時候發生 其實都令到我 對於整個社福界的環境 都令到我很多反思 究竟這個界別 在社福的制度裏面 還能夠令到我 是可以達到我最初 原本是想讀社工的目的呢 那這件事是令到我誠意的 我不敢完全否定 但是我會有疑惑在那裡 所以我會相信 其實我很認同讀書的時候 是老師教給我的社工價值 是甚麼 譬如說soto justice也好 又或者是說同理心也好 甚至其實我讀教授 其實我都很享受的 其實所以 但是我都會問 如果我的目標 或者是我的成長 其實是在這樣的時代裏面 其實我在哪一個位置 才能夠達到我自己想做的目標呢 所以那時候我讀 我也都享受 是裡面所認識的社工價值 但是其實那時候的社福界 制度的演變 又或者在學院裏面演變 其實我會在HKU 讀Social Work 大家可以想像 跟Polly都會有些距離 整個在學院裏面的社工教育 已經是會有所轉變的時候 那我怎樣 在一個甚麼位置 才能夠去 achieve得到我所認同的社工價值呢 最初是一個這樣的背景下 而我去讀 還有那時候我自己的反思 那一會兒可以再share多些 我之後 在讀書 我在畢業之後 又會再做一部什麼反思 很久以前的事來的 就是為什麼要讀社工 我七六年入大學讀的 如果要講故 就賣日告白 我的故事寫了 在一本書叫做《圍江處處》裡面 金炳江之後的那篇 好像叫做妥協中堅持盼望 我寫了一本 其實被路邊吹膠拱 所以下半段是未寫出來的 所以 但是我想簡單是 在一個理想主義色彩 和浪漫的情懷底下 就加入了這個社工 入了《香港U》的時候 我家裡很草根 我入到《香港U》我爸 就不管我讀什麼了 總之入到大學 那就OK了 他想著那個年代是 不擔心找工作 你們這一代一定沒有想像到 在那個年代的社工界的黃金時代 是一個人被幾份工追著你 追著你上你上班 還有如果你認為沙田太遠 那就九龍牛頭國 九龍太遠 那香港島好不好 就是這樣的環境 所以到今天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很奪得反省 我想無可反應是 當時的港大社工 都沒有現在這麼建制 楊森還在做 觀塘、翠平邨那些 那些母校那些工作 回來和我們談 為什麼要做社區工作 蒲炳榮還在說他的夢想 就算是最慘的那個周梁 都還在說楊鎮那個年代 如何做社區工作 如何借搬 那些事情 看回幾十年 暫幻就過了 現在這些人奇固安在 發生什麼事 都很感慨 總之一入紅塵三十年 我都很覺得 怎麼說呢 社工給了我 遠遠多於我給了社工的 套用這個同學仔的說法 有什麼好得過讀社工 就是最大的收穫在你人生上 就是改變了你自己 就幫到你的家庭關係 就是多了很多朋友 因為你從今以後 似乎很認真聽別人說話 變成朋友覺得 你真是聽我說話 你真是明白的 所以很簡單的 我那個年代 是有個挺好的理想主義色彩 我記得我 我們當時做三個placement 一定會做group case 我第一份在大戶口社區發展 我當時的supervisor 是一個意大利的收市 我第一天去Field 去到大窩偶 我叫大窩偶 因為很殘 很髒 去到沒有人理我 陳月娥在裡面 不知道搞什麼 突然間有輛電單車 逢不然飛過來 有個剝了個頭的神符 是鬼來的 我都知道是鬼來的 跟著他離院 啤一啤我 拿一包煙仔出來 然後才叫William 我英文名叫William 魏名 William Rinzo 他叫周惠文 現在應該是意大利 外方米蘭教士 就是傳教會的主席 但當年是 其中一個比較激進的收市 專門帶著我們社工學生 和大窩口的同事 一起去砌天台 荔景村的天台 所以當時還在七六七七七八的年代 那些年代 很熱的 晚上四十幾度 在開會大家新水新汗 我是從那裡一路走過來 到八年代九年代 社工的專業化開始 跟著我自己 又一頭鐘了 進入一個輔導治療世界 跟著又再回出來 那我想 我對我為甚麼事要選 我想理想的確是很合理的 還有那個工作 到後來的實質 亦都覺得很優雅 雖然當中有很多挫敗 但那是斷裂你成長的 我先說這麼多 因為大家知道我不能停 如果拍著了 好 大家好 我二千年畢業 一九九七年讀浸會的社工系 那是怎樣的機緣考核下讀社工 剛才Bobo也說過 那年代有Drupas選兩次 其實我是不想讀社工的 當我出了成績之後 死火了 只有兩個D三個E 我又想讀大學 那怎麼辦呢 於是就在那裏排 咦 那時讀大學很重要的 對我家來說 我家是住住公屋的 所以簡簡簡簡簡 咦 不如把社工系統都排在頭 那時候那份表 我停了十八個 死火了 差兩個保留這麼虧底 進不了大學 填上兩個社工系統 一個是浸會 一個是市場 都填上了 放在最頭 其實我是很想讀地理系的 那 是的 然後怎料出來的result Social Work 大哥 也好算了 殺了他 做大學生 其實不知道Social Work是什麽 就算之前 Form 6 Form 7 去那些Orientation Day 去了算了 老師又喊 同學又喊 不知道是什麽 如是者 入了社工系 其實第一年 我九成都是沒有上學的 所以去到第一年 最後那一年 就是 系主任就是莫太基 今天莫太基 有一天 考完大考 下學期 第二個 semester 考完 公衛生 想和你爭些東西 你來我房 都知道是什麽事 那是什麽事 那是什麽事呢 第一個 semester 我的 GPA 只有1分 是1分 是的 第二年 第二 semester 就好些了 拉回文之後 有1.41 我很記得的 是的 那時彭林 給大學 踢走邊緣 那死 不要 我很難知道 才經歷了會考 我經歷了A-level 我這樣才進來 你不要踢我走 那 那 莫太基就 叫我寫一個 Proposal 給他 你怎麽改造我自己 就是改造自己的計劃 怎麽可以 維持下去 那他又很好的 他又沒有叫我再重複 是的 不過呢 我很多科要重複 就在第二年 第三年 所以其實呢 都頗划的 我這科目 我讀了兩次 那 去到 year two year two 就開始出實習 那我就想 有什麽實習好出呢 其實不知道 又是不知道 因為第一年沒有上學 什麽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什麽Skills Lab 什麽 什麽 那些Skills 完全不懂的 死了 又要 實習 那便派了去 一間叫做 廢基層護助會的地方 那便開始 就是 胡胡 就是胡胡 就做了一個 就是CD 的一個 site 那便落到 去吃了很多 一些病友 那便開始有多些反省 就是什麽呢 就是 他們的病 他們做地盤 他們當年幫香港的 開山劈石 去看隧道 牛頭角上亞村 你滴滴滴滴 想到什麽轉石山的地方 他們有份開的 然後怎麽樣呢 有病 什麽病呢 一個長期病患 什麽長期病患呢 是不能夠根治的長期病患 情況類似愛知 什麽病呢 直肺病 那個肺呢 會叫纖維化 不會康復的了 這班人 為香港 即是付出 在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戰後付出 那好吧 當我去到實習的時候 九十年代 那班人已經老了 六十多七十歲 八十歲 咦 為什麽他們的生活 這麽坎坷 我開始會想 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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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人可以坐在辦公室 住大屋 但是 他們怎麽來這麽多錢 這班人 賺命搏 為什麽是這樣的 開始想 開始想 直到 有幾個病人 在實習期間死了 哇 很大的刺激 很大的震撼 為什麽 是這樣的 那時候發生什麽事 為什麽 這班人沒有人理 這班人不是懶 這班人是 幫我建公屋 我有份住的 這班人是 在海仔隧道 大家有份用的 這班人 起地鐵 大家有份搭地鐵 為什麽 這班人就是這樣 那 出席 病友的喪禮 都哭了 那我跟主管人聊 哇 一大堆一大堆東西 開始出 然後到最後 最後 就終於 北倒業 入了河浪 是的 我經歷就是這樣 那現在正在做青年工作 那 由2000年到現在 大部份時間都做青年工作 其中有些時間 就去了 做一些 Family Crisis的地方 那 大概就是我的背景 故事 OK 好 謝謝 我想很簡單的感覺 作為主持人聽到 就是 四位台上的嘉賓 他們都 代表一些不同的年代 那 那 預了我這樣說 是吧 而不同年代 很明顯背後 一定有涉及到 脈絡的問題 就是大家在那個年代 經歷過 一種不同的追求 而引到 它 有意地 還是 無心插漏地 去進入這個 學科裏面 然後 也涉及到 一系列 他們自己的反省 和發展 我想 這個 其實都是一個很有趣的 分享 因為事實上 在座的同學 都是比較年輕 可能你聽回 朱志強說 那種被人追著 你 想哪裏做 我就哪裏就你 這些簡直是 荒誕的 現在你聽起來 但是 你不說 不知以為什麽 託協中堅持盼望 你以為是歌名來的 但實在不是 不是歌名 以為是歌詞 但不是講自己的心境 其實真的看到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因為你不是那個年代 真的沒有那種感受出到你 但是我們又同時處在現在這個時代裏面 一個不同年代背景 引育自己 和見證著社工界發展的一些嘉賓 他們是怎樣看現在他身處的年代呢 其實他現在身處 可能剛剛身處了一段短的時間 也可能身處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他可能是一個教員上面的職位 也是一個前線者的職位 那究竟他們是怎樣看社工在社會上 應有的角色 應有和實際是怎樣 是兩件事來的 應言和實言是兩件事 你應該是怎樣 但是其實又是怎樣 那我想既然大會是講了應有 那唯有講應有先 那待會他們自己想發揮到實久 我就再講了 那又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是一樣的 其實今次的分享會應該interactive一些 否則這麼personal的分享 之後這麼靜這麼嚴肅 就馬上會覺得很不知道怎樣 我剛才講了我自己的其中一部分的成長背景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四個人的story 其實都跟不單是有些人有些生命 就是工作的career和生命分得很開 但是我覺得社工是會有些不同的 應該是生命和career是很難分得開的 因為我覺得社工其實有別於其他行業 有一些行業就比較 你做OL容易一些 人可以異化一些 你做OL也都可以有一個profession的發展 但我想社工其實都是和你的教師或醫生 其實都有一些相似性的就是 其實有一種道德的承載 道德承載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自己是去透過你自己的工作來實踐 你自己無論你的良心也好 或者你的信仰 無論你是否一個信徒也好 任何一個宗教的信徒 其實你是有一些信仰和理念 你是去透過你的工作來發揮 所以你有你作為一個僱員的身份 即是機構的僱員身份 其實同時之間你也有你的公民身份 或者所謂的公共性在 所以也是有一個獨立的身份的存在 所以你說說 有大學有提及 角色其實是好像我們讀書的時候分 case worker group worker 還是 city worker 是否要這樣分呢 對於我來說並不是這樣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其實這個分法 請問問老師是何時開始要這樣分 何時開始呢 我哭了 有時我讀書的時候 我都在想為何要這樣分 因為尤其是當 我想可能有一些 會不會有些part time同學在裏 可能現在在前線工作的朋友 可能在裏 其實我們都會發現 當去到前線工作的時候 其實很難這樣去分 你做寫CD work 其實沒有可能你不會掌握 一些case work的技巧和元素在裏 其實你就是要把三個工作系的類型 你要融會貫通 其實你才可以做到一個好的Social worker 所以我覺得那個角色不是說 是輔導員 服務提供者 還是政策倡號者 而是三者其實都應該要互相補充 所以我覺得一個什麼身份 反而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們作為一個社工 如果是說我們的社工價值 究竟我們用一個什麼的方法 或者角色才能夠 achieve 得到我們社工的價值呢 對於我來說 其實社工的價值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基準性 就是radical 就是我們不知道大家讀書的時候 在唐上會不會去認識 就是radical social work這個理念或理論 其實我都認識不是很多 老師可以說多些 但是至少對於我來說 我會相信這個作為一個道德成在的行業 我們希望推動一個社會公義 或者社會變革 令到我們所關心的有細社群 和低層的人 其實可以生活上面的改善的話 其實一個基準的概念 是一定要存在在我們的價值 和我們的工作裏面 意思就是說 我們怎樣 無論我們透過counseling的過程也好 或者我們透過社會發展的過程 無論我們做case group 或者community也好 或者其實可以超出這三個範疇以外的也好 其實都是可以地去想 有甚麼方法可以根本性地去改變那個制度 這個意思其實 我又想起我的成長 其實我的成績跟郭偉森差不多 但是我比較好彩一點 其實我為甚麼選擇Hong Kong You 其實因為很想逃離家 很反叛 我住在沙田 當然要選一選最遠的學校就最好 還有要選一個可以撿到媽媽的口 可以放心地讓我去讀的地方 所以我才選擇Hong Kong You 但其實我是很不喜歡Hong Kong You 固然一方面很討厭她的斜佬 經常上課上課的時候 下車爬上山都可以爬三個字 另外一方面 其實Hiraki或者殖民地的色彩 令到我這些人注定是會被邊緣化的 而的確 其實我沒有同學 都是今天仍然保持聯絡的 其實周邊那些讀蘇蘇蘇的同學 其實都很有一種概念 就是我要去幫人 而成長也是做很多 以功服務開始先的 其實我現在就和諧了 個人老了 但是我小時候 其實對於這種 我很想去幫人 好像一種救世主的心態 我是非常反感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憑什麼 覺得我們可以幫到人 我們除了有條件去讀大學 讀多幾本書 可以交得起大學費之外 其實我們有什麼條件去幫人 令到我更加會覺得 其實我們應該是一個同行者 更加多於是一個幫人的社工的角色 但是這種想法 其實在我同學之間 不是很難的share得到 我剛才所說的 radical 即那個基進性 就是我們有沒有思考過 其實我們自己作為社工角色的身份 其實我們是可以在 在推動一個radical 其實我上課的時候都會教同學 就是不是說激進 現在所說的 改粗口罵人就是叫激進 而是說radical 其實那個字根是說一個root 即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其實這個才是 我覺得社工應該有的角色在這裏 而這個根本性的轉變 其實應該獨立於你作為一個機構的僱員 而是應該獨立於你作為一個社工 或者知識分子的身份去推動社會的轉變 所以我們有別於其他在學院裏面的知識分子 而我們的條件就是 就是我們掌握一些知識 就是怎樣去跟底層的人是一個溝通的方法 所以我會期望 就是社會上應有的角色就是 我們其實應該去跨越一些boundary boundary包括機構的boundary 又或者是在社福制度上面的boundary 然後是能夠彰顯得到我們作為社工的一個 一個獨立個體的身份的角色 我想問一下在座有幾位朋友 是你們真的打算做社工的嗎 當然是真的做社工 爬一爬手掌 我想知道在座有幾多學生 或者真的做工 你真的想清楚了沒有 你真的想清楚了沒有 因為社工和其他工作 最不同的地方是 你不會有下班時間的 什麼意思呢 你下班了 你朋友失戀 打給你 你不接 你是社工來的 你不幫我嗎 你是社工來的 是完全融入了你的身份的 這個是我很confused 我一直都在想 還有很有趣的 剛才主持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社工 在社會上的應用是怎樣 就是應有 我原本不知道 但是我剛剛完成了第一個pacement 我很印象深刻 我去了一家智障人士家 寫了一個pacement 我開頭覺得 我也是應付一份功課而已 我做實習 希望能夠完成了我的工作 玩得開心一點就可以了 但原來不是的 我覺得到你們有機會 抱歉都要再問一次 你們是有沒有朋友 已經pacement了 或者已經 即是未到的 pacement了 好了 我做了一個 一次性 我家裡跟我一樣 我當然是第二次 而我以前有很多畫面 我是見不到的 我自己身為一個區議員 我應該是要在推動政策上去著手 但我經常會覺得這個是宏觀 美觀 美觀 是美觀 美於心 打美語 我做一個智障人士家寫的導師 基本上我和他們玩得瘋 好像我是社友 那樣 印象最深刻 就是有個自閉的朋友 強自閉的 我以前不知道的 我認識不到的 他很喜歡什麼呢 他很喜歡偷入我們辦事處 潛入的 怎樣潛入呢 打關斗進去 沒有人知道 然後把整個辦事處裏面 所有的表格拿走 一堆這樣 回到他的工場上面 他工場有紙紙 給我紙紙 很整齊的 紙紙紙回來再寫字 那我們已經 倒截了他很多次了 不行的 你不准這樣的 原來他不管的 他就會回覆你 是呀 你不准這樣的 然後他不斷重複 不會這樣 但有一次 我看到他又紙紙了 又在寫東西 正當我打算捉住他 他叫浩然 浩然這樣 我打算捉住他 我看到他寫什麼 我看到他寫 我拍下了 我這個很深刻 我 他寫了什麼呢 他寫了一件首詩 但他平時說話 是完全溝通不到 他寫了寂寞 寂寞 我很寂寞 夜深深深 很夜深 類似這些東西 很漂亮的字 意思上不是他寫出來 而我覺得 我有些痛 我覺得原來 你要微觀置此 你才會發覺 原來他們的心和世界是怎樣 我經常覺得 寫工是點對點的工作 點對點 為什麼你要寫寫工 是因為你已經承認自己 已經餘力了 你要找水泡 而你是成為他第一個水泡 但當然你冷淡如水 有時候我經常都會覺得 有些朋友去社署申請中緣 大家知道的 社署中緣部的朋友 有些不是寫工 有些是職員 我們很容易 一兩句話會令到 那個家人很深刻 然後我以後不來 我以後不找你們 但其實有誤會 其實挺冤枉的 我想說社署的職員 不是社工 有些是OK 當然也有很有心的職員 OK 但有時候我自己會覺得 你一兩句不經意的說話 它會記一輩子 而這個工作叫社工 而你們要明白 我們都有情緒 我們都有累的時間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你怎麼能夠令到自己是 真正用生命影響生命 是一樣很重要很重要的學問 我都在學著 但我心上一件事 我常常會形容 人有三種 一種是蘿蔔 一種是雞蛋 一種是普利茶葉 那當然有一瓣滾水 把一些蘿蔔下去 蘿蔔很快溶 那這類人是沒有自己的 他不見了自己 雞蛋就改變自己 但他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他迎合了一瓣滾水 但普利茶葉 是會令到這瓣滾水 變成普利茶 而這瓣滾水應該是我們的社會 那我會覺得 社工是其中一份普利茶葉 當然你不可以自己 我很頹廢 我其實有時候很奇怪 我班有些同學 有些自殺傾向的 但他還在社工 那我經常都很安慰 他們積極一點 不搞波波 我死定了 那又不用死的 死定了 那我都要 我希望他在這段過程 能夠克服到自己 但其實我自己會覺得是真的 因為我們之後會接觸很多個案子 有很多個案子 我都會想問大家的問題 怎樣看社工專業 什麼叫社工專業 就是你的機構 叫你做的事 和你的認知相違背 有很多的 可能一會兒我可以再深化 再講到下一個題目 但是多少就是 樓上要你做的事 和你樓下不匹配 但這個不是我在學校所讀的東西 而你是會堅持自己 那樣東西 還是會 你堅持就要和他頂 或者你可以友善地頂 喂 有沒有搞錯 我想 你怎樣都不會跟你Subscribe 這樣說話的 但是你有想方法 怎樣能夠在有限的空間 去堅持你的社工專業 這個是 我相信是會越來越艱難 因為有很多 我們是其中一塊齒輪 我們在一個大機器裡面工作 大機器是推奉處理 你要想辦法 但我希望就是 可能假意事入 五年之後的今天 大家已經是某個位置的社工 會不會還堅持到自己讀書的時候 那一套 包括二人為本 包括同意三 包括我們應該是 怎樣能夠令他明白我幫他 不容易 還有 這個是一個想法 還有一個雲工小小的看法 就是 社工推動政策 其中我看到我幾有趣 我覺得很重要 各位 社工推動政策 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呢 看得你才明白呢 那個政策怎麼這麼白癡 相殘津貼 沒有了報告費 OK 然後去申請 不得我政策所下 你不可以申請章潭津貼 但你作為社工 不是呀 他講話 我真的有個卡人 我今天下午跟他聊了一個小時 但他講的話 可能是15分鐘 我們講得完 但很辛苦 他一路講就開始哭 那當然 我根據我的書本學識 就會重複他的說話 你都明白我聽過他的說話 我想死 你想死 不要 不要 我會這樣 但有效的 我想和大家講 最有效是你讓他知道 我聆聽你 已經夠了 就是這樣 然後 我看到有些政策 我們才會明白的 各位 我印象最深刻 我過去的幾年 我試過一個非常學到東西的 一個職位叫中央政策組 中央政策組 CPU是幫行政長官 去彌制一些政策 就是給意見 我那時很自然就用年輕人新聞 就說 我覺得年輕人買不到樓 不經過的 那時還沒有福建居屋 還沒有那些說法 就是不要說樓價 全地球最貴 這樣的 我們的社會上層 最上層的朋友 他的會員就說 蛤 你們這一代 都還想買樓的嗎 你們不是覺得租樓方便些 或者 隨便挑抗會方便些嗎 我啞了 我們沒有變過 這麼多代以來 一直都覺得 應該是收身 齊家治過 平天下 我反映一件事 就是我們前線的朋友 和最頂層制定政策的朋友 是有些脫軌的 而假如你要收定這個脫軌 就是要最低層的那班朋友 你要真的走出來 真的要告訴別人 不妥 我覺得這個政策真的不妥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公義的 但當然要明白 在這件 這麼威水的姿態 不妥的情況下 你顧著是你的份工 我明白 但是我都希望大家 你們將會在右下的 隔房面對很多東西 我印象最深 就是因為我其中一個 我第一年讀社工的時候 剛剛遇到 蔡元川事件之後 我和Bogo合作 那時候 我們幫忙去做這個行動 對我來說當然好 我做功課的時候 我叫自己說話 然後就可以搞功課了 那年是舒服很多 但是 令我最深刻 那時候港鐵聘請了一間機構 在蔡元川開一間中心 然後對蔡元川的公公婆婆 作出輔導 他輔導的服務是 婆婆 不如你快點上公屋 婆婆 不如你快點上居育 但是你明白 公公婆婆的意願 是應該 在他們的老家 住了五十多年的老家 那究竟 好了 這個是很大的爭議 他們的老闆請你回來 就是你去輔導 提供情緒輔導 提供服務資源給他們 你們可以申請公屋 那樣 我不質疑 那位前線同事 但是他的身份 是不是有衝突 是不是有社工專業的矛盾 這個我到現在都還在想 到有一天 假設一天 我去投入不同的機構 我的supervisor 叫我做某樣東西 而那樣東西 我會覺得 糟糕 違背了我 那我怎樣 我還沒想到 我想大家 可能一會兒可以給我一點 feedback 讓我找你們答案 那這時候當然要請教老師 朱博士 謝謝你 社工應該 應該有的 社會上應該有的角色 就是 其實可以講幾堂書的 就我想簡單一點 就是 其實在先進國家 這個專業不有一百年的歷史 英美、歐洲 香港都有五、六十年歷史 我猜你說英有的時候 就有時候要抽出來 看歷史的發展去理解 社工作為現代社會 一個 將福利制度 落實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我叫做executive armor 一個執行者的角色 和你一定要明白 專業在現代社會的功能 或者問題在哪裏 尤其是你又要明白 福利制度在現代社會 尤其是 我不管哪種資本主義 americantile capitalism 香港比較原始的 森林式的資本主義 即是我們社工的生存 過去這百多年的實踐 其實一直是依附著 這樣的社會和這樣的制度下 我們的行業才發展和壯大 社工本身作為專業 如果你有空揭揭社會學的書 社會學家對專業的問題 尤其是專業裏的保守、虛偽 政治上的Evasiveness 很曖昧、很模糊不清 你應該對任何專業 都不應該有幻想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其實專業是進入破產的年代 基本上沒有專業靠得住 所有專業都是在某程度上欺騙你的 所有專業都是聲稱為他們的服務對象 為他們的client 但最終專業的聲譽和利益 才是它最大要維護的東西 當然專業之所為專業 我說它有內部矛盾 因為專業誕生時 其實是有些幾大家都認同的理想 你看回其他行業 其實都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價值觀 就算一個維持商業社會運作的 不可或缺的律師、會計師 律師是社會公義的 他很相信一個要維護的所謂client 不管是一間公司、是一個庫主也好 他很相信盡他的知識所能 是為他眼前的庫主 去在法律制度裏面尋求公義 會計師是一樣的 會計師其實很明顯是 他背後的美德是甚麼呢 做了一個很好的會計師 其實那個professional integrity 即是誠實性很重要 即是說你賠償 你是不可以做數的 你是不可以說謊的 但我告訴你 會計師不說謊 就不知怎麽算了 今天怎麽做下去呢 好些是合法避稅 幫你想左搬右搬的數 不好些就直接做假數 這是很common的 律師 我想sosologist的分析都很清楚 很多律師基本上的出路 是成為了一些大財團 大公司的打手 基本上是怎樣去推動 或者維護一些商業上 那間公司的利益 你現在那些 Mobile phone 裏面那些條款 有些小女的偽仔那些 那些全部是經公司的律師審核過 才出街 所以社工也是 社工在一百年前誕生的時候 其實有相當崇高的理想 由早期工業革命 滅木倉儀 到到貧民居的成立 周圍都有貧民 農村經濟破產 那些人走向城市 和migrate 找工作 接著Charles Dickens 的《悲慘世界》 筆下裏面那些 好像龍爐那樣的工人 在工廠裏面 你現在還記得Oliver Tracer那些故事 不太顧錯 所以I want more 即是那些同工 混在那些工廠裏面 人人就以計事 以計的做事 slum area 基本上是 屎尿坑 渠道至內水 當時都混在一起 那裏是疾病 妓女 淤酒 謀殺 所以在那個年代 有一班有教養的紳士 加上一些讀過書的婦女 再加上教會裏面 有一些善心的神父牧師 再加上一些知識分子 一些有良心的工業家 開始要做些事 所以出現了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還有出現了mary richmond 所說的social case work 那些叫flatty visitors 的源頭 社工是關心民間疾苦的 但你不要忘記 當技師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福利制度底外 他以專業表壯大的時候 他必然是成為建制裏面的一環 即是無論他宣稱多麼激烈都好 只要一天你要出糧 而是你的出糧 沒有人像醫生一樣 走來自由地拼整你 社工很少掛牌 美國是一個少數的例外 但美國的社工生存的境況 都非常之不良好的 他們做的所謂clinical practice 那些社工所謂clinical social worker 一年的薪金其實不會很高 但他們都寧願做 因為他們覺得有些專業上的自主 但我想說的就是 應該我們的行業 給了一個很美麗的誓言給我們 你看看我們的clinical practice 我們這一百年來 社工在歷史裏的軌跡 實際上社工是有它執著在社會公義的一部份 這個你可以看到的 無論時勢變得多保守也好 社工怎樣compromise也好 總會有一小撮的前線也好 中層也好 甚至乎學院的老師 會很不滿意現在的行業的發展和方向 在某些年代 社工是會膨脹的很重要 特別是戰後 或者是曾經 在那個historical trajectory 就是那個進展 你看到社工是很曖昧的 社工作為一個專業 其實它是扭扭令令的 我有時笑它是油 社工負面一點看 是有泡皮爬半遮臉的 它既要專業的冠冕 在一個modern society裡面 profession enjoy the privilege 和是好賣的 和是尊重的 如果你要變成一個專業 其實就很清楚了 你一定不可以 你一定要將自己的行業建築 是一些很肯定的technical knowledge 而且你要為當前社會 一些很迫切的問題 提出一些解決 即是你覺得你是一個解決 你是可以解決到社會問題 你是因著社會的人的文化信念 你提供一些解決 但是我們就知道 這個事情是很吊詭的 因為社會問題 就不是說你生白內障 找個難風醫生幫你做掌手術出來 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引辱出來的 如果社工可以搞定社會問題 就是不可能 除非Jesus Christ再回來 否則就算大家很合作 不只是社工 我相信社會上很多專業 都想解決社會問題 都還要很久搞 因為社會問題搞出來就容易 你要對政下約搞定它 其實你的社會科學知識 告訴你 這是整個社會生活 社會安排出了事 出了事大家清楚 我們這種商業運作 這種無限增長 這種市場主導 這種生活方式 令到現在的社會 甚至有人會說 資本主義就是建築在貧富懸殊之上 沒有貧富懸殊 怎會有資本主義的狀態 是吧 我們就是不喜歡一個均富的社會 我們喜歡一個社會有得度的 有人做李嘉誠 有人可以睡在橋底 這個社會才是一個有活力的社會 如果像瑞典、挪威 在北歐的所謂福利國家 你知道這些地方是自殺率最高的 因為人在那些地方生活 沒有了drive 沒有了驅動 因為from womb to tomb 我們都照顧好人 人生還有什麼價值意義呢 當然是詭辯的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說社會工作應該有什麼角色呢 其實就很rhetorical 你當它講 我們的professional ethics 都講完了 讀書也都讀完了 我們有兩個價值的基礎 對人的尊嚴 人生而平等 那件事不需要證明 你要努力去維護 弱勢社群 是你必然明定要關心的東西 社會所有的問題 有問題的地方 是你必然要投入 當任何人都不理解 或者排斥的時候 就是你要去理解和去接納的時候 就是要推動這個政策的改變 公義呢 基本上是你兩條隊的 其中一條隊 你不可以說 公義和你沒有關係 就算在做cash rep 在做counseling 三個車在裡面 一樣有公義的議題在裡面 就是當你做交易治療的時候 其實你介入兩性關係 權力的關係 從西安排 一樣有political dimensions 我想說應該有分離不開 實際現在情況是怎樣的 實際上在生活的實踐裡面 我們都作為一個專業 我們是再浮再尋的 過去這二三十年 社工隨著社會福利制度的瓦解 在西方社會一路伸展過來 和這個所謂新保守主義 新自由主義那些流行 社工和社會福利進入了一個hard time 一個艱難的時候 我們身邊有很多很龐大的力量 是重新define我們社工要做些什麼 現在香港來說 就是numsum ground 加上我一大堆管理的章則制度 包括FSA、competitive buildings 你無論怎樣說你想也好 麻煩我要交數 很簡單 你不交呢 你做激進畸辯社會工作呢 你就要想了 剛才那個同學生說你顧著那個飯碗 那 你說我不顧飯碗的 那有啊 歐陽達初之後就不顧飯碗 很難 很值得敬佩為同工 出來去那些另類機構打工 收微薄的薪金 然後自己繼續自己的理想 但是你不可以期望 社會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 二萬多個註冊細工裏面 有多少個可以像前歐陽達初這樣做呢 是不多的 當然歐陽達初的作用 這班比較激進的社工 是好像一個時代裏面的先知 但是你忘記先知是家康是不受歡迎的 被人扔石頭 即是說雖然他是指路明燈 但是很多人都不會做他們要做的事 即是說我還要吃飯 我還要供樓 我都想升職 我都想和女生去見外母的時候 我都想說你做社會工作 那其實是否真的沒有工作 社會工作是甚麼來的 即是這句就是1984年 當年我見我外母的時候 即是王太太 我女友介紹 阿威廉不是做社會工作 即是我外母的實情有點古怪 因為他們是中產的 即是王太太是在太古城長大 他當然不明白這個田門大興邨那些實況 以及不明白我小時候在十水埗街頭的生活 那些點燈 外母就很有禮貌 後來就 即是 阿威廉不是暫時還沒有找工作 那樣的事 我沒有在1987 即是八年代初 沒有聽過甚麼是社會工作 那我可以說你孤陋寡文 但這個是reality 即是社會工作 從來都不是社會精英很尊重的那種專業 對我來說是每個同學都要 或者每個做社工人都要解答的 就是 為甚麼事 即是in spite of that 我仍然是今次如意 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有意思的工作 所以你說應該有個角色 就要看你究竟對社會工作 這百多年的實踐的傳統 你有多認同 還有有多認信 我們講的價值 第三個部分是重複 就是recover and reclaim 台灣那些聚事治療的人 叫reclaim 它叫重新認回 即是你重新認回你 原先在一百年前 或者在一路過程裏面 你從來都沒有認真丟棄過 雖然很多矛盾很多旁旺 就是社工其實應該 現在不只是掛著做眼前的工作 實際上它是在社會問題的中央工作 來做事 它很明白政策出了甚麼事 它很明白究竟小民的痛苦在哪裏 它很知道其實有些甚麼需要做 它會讓社會變得公平少少 人性少少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是一個人這樣出來做 因為你要生活 你不可以說 我業餘的 我日後就在銀行做Bank 做Account 我晚上才做社工 你不是的 你現在是Claiming it as a profession 這個是專業 有知識基礎 有科研基礎 and then 都有相當的薪金 這件事被人卡死 雖然你很專業 但是沒有人會承認 不是很多人會認真 當你一回事 雖然你覺得 我做Intervention 我加入 其實裏面有很多理論基礎 你的經驗 你的實務智慧 其實每本書都寫不完 但是 這個不是社會大體上 很take it serious 的一個專業 當然我們要爭氣 我們要 人家不承認我們 我們自己承認的最重要 我們不是不夠吃不夠洗 我們堅持做我們自己的事 Find 這是相當好 但是 那條路要怎麼走下去呢 或者我們怎樣保持激越性 那個進步性 或者剛才葉寶林所說的 那種叫機變性 那種要給教育根本去著手 這個對我來說 我當然有我的想法 就是我沒有人在這裡講課書 大家一起互相研究講一下 那我就在這裡先收一收 其實 朱巴和寶豪都已經講了我想講的東西 不過 如果平時我去思考這個角色的問題 都可能會從資本主義 或者福利制度的進路去思考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明白 或者多少不明白 就是大家 是不是都是同學為主 在這裡 是不是 好 那 其實 我想問一下 大家有多少心理準備呢 今天如果講公共性的話 大家有多少心理準備 剛才鄺俊宇問了大家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想做社工 大家有多少心理準備 去進入一個有公共性領域的社工這個身份 去發展自己的身份呢 有的請給他看看 或者知不知道什麼叫公共性 很虛的公共性 是不是 所以今天有這個題目 就是探究社工價值 本身都是很虛的 整個問題 究竟社工的價值 究竟社工是值多少錢 像朱巴當時見外母的問題 你做什麼工作 就是你值多少錢 你有多少收入 為什麼你要做社工 又或者是 究竟為什麼社工要存在在這個社會上面 如果朱巴的說法是 就是社會工作有一百年的事 其實百多年前其實沒有的 為什麼會有的呢 他有來做什麼東西呢 那麼百多年之後 你們做了那麼多位 為什麼要進入這個領域 做些什麼東西呢 還有我當年這樣 就是想為了有大學生的身份 所以死了 進去讀了才算 又剛好大學有這個科 為什麼呢 不過 問我為什麼 其實都很難回答 大家都可能做了一年 都一個實習而已 是不是 我做了十三年 社工 其中有一年 我稱我自己 是為一個自己 和自己鬥爭的狀態下 我有depress 那個depress 那種的depress 我就沒有去看醫生 不過呢 我就長時間躲在家 不同人接觸 斷了 錄親 我讀MSW的那時候 都還給了學費 陣陣子間 我不上學 我又不交功課 所有人找我 都找不到我 我在機械工作崗位上 突然之間不上班 我老闆找不到我 我曾經出現過這樣的狀態 那時候是 那怎樣呢 發生了什麼事呢 如果我們今天想問社工有沒有公共性呢 第一個問題 我就會想 這個問題 不是等於中學生英九談戀愛 那麼簡單的嗎 今時今日都應該不會再討論這個問題 中學生英九談戀愛 這個問題應該是十年前 或者十五年前討論的 現在的社會進步 我們叫做進步了 或者是過渡到一個階段 這個問題我們不再問了 我們應該會問就是 我們不是是否應否談戀愛 而是如何談戀愛 已經解釋要談戀愛 不過是怎樣談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今天應該要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 公共性不是社工應該要有的嗎 本身已經有了 為什麼今天還要拿出來呢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 是挑戰大家的 就是 究竟你們有沒有準備去參與公共性 這個問題 你們做社工 如果假設你們畢業之後 你們做社工 公共性跟你們有什麼關係呢 可以是沒有關係 也可以是很有關係 一些關於阿里士多德的討論 或者說法 其實人生出來已經是公共的了 沒有東西是私人 沒有東西是那個關係 所有東西都是公共性 就算是個人 到可能是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都很受到當時那個社會影響 我怎樣談戀愛 我什麼叫做浪漫 怎樣去到 怎樣去到 我作為一個男性 或者一個女性 在那個關係上 我怎樣是一個 有男性特質 或者女性特質的身份 這些全都是公共的東西 為什麼 現在我們還要用公共來討論呢 就是因為我們會覺得 有一些 我們覺得社工應該有 譬如剛才報告提的社會公義 或者是朱巴港那種 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反省 要批判 沒有了 為什麼會沒有了 或者為什麼今時今日 要這麼重要 要去重提呢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朱巴港的說法 就是1985 就是他讀書的年代 很多人講社會工作 很多人回到學院講社會工作 今天大家讀書 有多少人回來跟大家講社區工作 多不多的 都不多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一個轉向 一個轉變 不一定說社區工作 是公共性的 做casework 做counseling 不是 我們也不需要這樣劃分 重點就是 當我們想著去做社工的時候 其實 我們想著在社會上 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如果當社會工作者 這個公共性的身份 和大家扣連不了關係 大家根本不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今天怎麼說多少次都好 都很困難 其實 我們都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去做那種社工 這個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 一種identification的問題 究竟我正在認同什麼東西的身份 我作為一個社工 剛才大家都說很虛 社工其實都是很虛的 究竟我在小童文憶會工作 我兩轉在小童文憶會工作 我隔了11年的歷史 擴進於說那種 就是不聽老闆說我大把的 做一種社區工作 組織一些家長 去搞遊行示威 我有的 怎樣門牽過海 不讓老闆查到 都有的 但是怎樣被老闆收緊的空間 又有的 怎樣跟青年人說佔中 又有的 怎樣去做輔導呢 都有的 爸爸媽媽來找老闆說 我女兒自殺 在電話上收到自殺 都有的 跟公共性 是否完全沒有關係呢 不是的 公共性就是公共性 公共性就是 當我們去面對公眾的時候 這個就是公共性 那什麼是公共性呢 公共性跟公眾有沒有關係呢 是否公眾的東西呢 如果它是公眾的東西的時候 那為什麼 我們會沒有這種對公眾的門向呢 如果我們說 在case work 我們做counseling 在同理心的時候 那一刻就叫做相遇的時候 我怎樣將它的經歷 能夠跟社會發生的一些事 扣連起來 以至到我們可以 推動到一個社會的改變呢 如果有公共性的話 我的說法 第一個就是 作為一個社工呢 我們要打破一些叫做 status quo的關係 status quo 即是既有的社會關係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一個封建社會 就是我要聽了爸爸話的 我不能夠聽其他人話的 爸爸的指示就是最好的了 在今時今日我們就很難去到想像了 不過呢 在我們 或者我在前線的觀察上 其實我們有很多這些封建的想法 就是譬如說 一個人是應該要努力向上的 我作為社工 我是要關注自己 作為一個社工的專業 一個的利益關係 譬如是怎樣的東西呢 最近我有一個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叫PW PW了 就是program worker 青年人去做 3月31日出年會沒有了 這樣 有社工就會勸喻青年人 明知出年3月31日都沒有了 不如大家都不要做了 我最近遇到一個經歷 就是在我自己的單位上 我老闆就和PW談了 那PW有什麼環境呢 就是他們要讀書的 讀書 他們都是一些基層的青年人 他們讀書 做事就想著這份的薪 八千元不是很多 八千元希望可以交到學費 穩定到自己的生活 幫到自己的家 然後老闆就和他談 你讀書 你會不會影響到上班的情況 這個想法很普遍的 在我們的業界就是 一些東西會影響到上班的情況 然後就會影響到服務質素 很多時候我們會把服務質素 就會放出來 就說會影響到服務質素 什麼叫服務質素 或者什麼是服務質素 在我眼看到 或者我最近經歷的情況 就是社工要當值 我們做青年少年中心 當值就是要接人 簡單來說一句 現在這些工作 就交給PW去做 社工就會在辦辦公室做自己的工作 沒有這些PW的話 社工就要出去當值 那這個就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他們就會說 對呀 咦 這班PW如果又要上班 又要上學 他們要上全班的 上副學士 晚上才可以上班 那就影響到一些下午的運作 這樣 不行的 影響服務質素的 但又有趣 當初你去到4月1日之後 其實這班PW在架構上是沒有了 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 是不是 那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 這班社工就要做回 這一堆事情 是不是 如果現在的說法就是 影響服務質素 應該去到半年之後 沒有了這班PW之後 都會影響服務質素 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 這班社工 就應該會出來 推動著 應該要PW常規化去的 但又很有趣 這班的社工 又沒有這樣出來的 是的 那究竟這種公共性 是專注於自己眼前的 利益的狀態 還是真正在關心著 一班我們叫底層的人呢 究竟如果大家面對這種情況的時候 大家有多少心理準備 準備在挑戰這種權力關係呢 老闆 我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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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老闆 我怎麼搞呢 但是這班青年人 就被解僱了 那怎樣解僱呢 就叫青年人自己簽一張 就叫做 自願離職的信 那我就問那班青年人 喂 你是真的想離職嗎 青年人第一句就回答我 不是的 他不讓我做而已 我問了兩次 什麼叫做不讓你做呢 他跟我談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我要讀書 所以就不要做了 這樣 努力去讀書 那我就問 你的交易簽到什麼時候 春天3月31號 那我就說 你可以不寫這封自願離職信 為什麼你又寫啊 那樣 不要計 寫了 簽了 那樣 那件事就是在發生著 是的 如果我們說有公共性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是可以和這一類的服務對象 可以去爭取一些他們應該要有的狀態呢 他們要去面對著要簽一封叫做自願離職信的時候 他們面對著大老闆的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呢 如果我們社工是有公共性的話 不論他是不是有一個資本主也好 封面社會也好 我們要挑戰的第一件事就是 一些主流意識形態 怎樣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我們要去挑戰 我們要去改變 我們要相信這些的改變 是可以令到人的well being 是可以提升到一個well fair的層次 well 就是w-e-l-l 就是好的物種 well being well fair是一些什麼 就是好的事物 我們為什麼令到有well 這個狀態去發生呢 就是 我們要去審視這些權力關係 這些權力關係 帶來一些什麼不好的 我們叫做剝削的情況 剛才朱巴呢 就提了很多 社工自己本身呢 我就叫做internal obligation 的情況 比如就是說 社工都要供樓的 社工都要吃飯的 社工都要退休的 社工有mdf 社工要看醫生的 社工有爸爸媽媽要照顧的 社工可能有子女的 那這一堆東西 如果社會結構完全都不能夠去到命 認清得到一種安全感的時候 又好像很難 是不是 但是又調回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我讀書 我有一班同學 bobo有一班同學 為什麼大家在那個環境下長大 為什麼可能 大家繼續堅持 radical social work 或者critical social work 是可能只剩下那麼少人呢 究竟我們認同了 一些什麼關於 radical social work 或者critical social work的 values 大家都會接受那套教育 為什麼有一些人 不同意那些價值呢 為什麼有一些人 好像我或者bobo 或者其他 在座的嘉賓 是認同那些價值的呢 為什麼呢 這個牽涉到一個 譬如台灣最新興興的一個概念 叫Active audience 叫做月聽者 原來我們社工 或者我們任何人 或者任何一個social actor 在社會上的生活都好 其實我們不是那麼被動的 我們有得去 我們某程度上 有得去選擇 我們怎樣去做 我們怎樣去行為 我們依據著我們價值觀去行為 換句話說 究竟我們這個訓練之後 大家這個訓練之後 怎樣令到大家 是有種公共性的關注的 這個訓練之後 怎樣令到大家 是有一個radical的關注的 這個訓練之後 怎樣令到大家 有種re critical的關注的 有還是沒有的呢 多還是少的呢 前進 或者是前前進的呢 那這些呢 我猜呢 就是希望今天 我們可以探獲得多一點點的東西 OK 麻煩你了 因為剛才公共性的問題 其實實在是我們第三個環節會講的 不過我都嘗試一下盡量 將第二個環節裏面一些有趣的東西 嘗試一下 我還要扮演一個魔鬼的角色 而事實上我都是魔鬼來的 這樣就去講一下 去反聞一下 不是反聞一下他們的東西 是反聞一下大家去反思一下 就是說簡單說就是 其中一個一個version 我感覺剛才有說 有四個version就是 就是馬國情報上 吃得鹹魚抵得渴了 那你做得這行的 你入得這行的 或者想得這個專業的 你都應該要明白這個專業本身 要求的你們是甚麼回事 但是我想說的是 吃得鹹魚抵得渴 可以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就是個人上的 吃得鹹魚抵得渴 第一個層面就是 整個所謂專業裏面的 吃得鹹魚抵得渴 個人的意思就是 我認為社會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充滿事命感的人 所以我就做一件事 我不追求脈 不追求脈 比如說寶林 他講到他都跟自己同家 好像沒有甚麼交流 但他居然用自己 應該老了 所以他就平和一些 他都會叫平和一些 他不老的時候 他就說之前是怎樣的 那真是狗笑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吃得鹹魚抵得渴 這個個人層面解決 還是吃得鹹魚抵得渴 其實是整個社工 應該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 如果你不是這樣 你就不要讀社工 你去讀會計 或者你去讀設計 就是你好像做了社工 就一定要緊急 那這個是一個版本 但這個版本就是 come on 我都打份工而已 這樣說真的 那我自己都要 剛才無論是豬巴說 或者公衛心說 我都要供樓 養妻活兒 建內苦害母 等等等等的時候 究竟我怎樣安身立命呢 究竟這個世界 有沒有一個位 是被整個社工界 可以立足到 而這個世界當然也涉及到 我剛才大豬講的 100多年前 社工是有幾個美麗 社會工作這個行業 雖然那時候我還沒叫社工 是一個美麗的一回事 但是現在 你已經變成要出力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復戰於 某些新的系統裏面 這個是一個issue 但issue我覺得 又很直接拿出來 去想一下 就是剛才阿俊宇說回去 去講徐村的問題 come on 你覺得那個機構是有問題 他居然可以鼓勵那些阿婆 阿公上公屋 但是可能做機構裏面 那些事工 他真是覺得自己做 已經很對的事 因為你認為要保護財源圈 不是代表這個價值觀 所有人都要認同你的 這個帶出我覺得問題 就是end up 我們自己的價值觀 在幾大程度上 我們是覺得是全世界都要認同的 不認同那些人是因為被蒙蔽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點性他們 還是說這個社會裏面 有很多東西在拉扯著 就是大家在招力著 那你有你的常... 可能那個機構 我不知道你講哪個 老實講哪個機構 就是那個機構裏面的社工 可能他自己做一些 很真誠很真摯的事 他真的覺得自己 是怎樣幫這個公阿婆 如果只是你會幫 其實是遇到這個問題的 其實這個就反過來 也進入了第三個題目裏面 所謂的究竟如何重複社工的公共性 剛才阿森常說 什麼叫公共性的問題 究竟end up你界定的公共性 是一個基於什麼的後切 或者一個什麼的高地 而引致到你認為這樣界定公共性才對 還是其實現在是一個不同的年代裏面 或者社工應該要已經變成一個 這樣的一個降業的時候 或者一個這樣的專業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看這件事呢 那我想這個是 亦都很希望很自然 帶走到第三個題目裏 就是我們要重複公共性的時候 可能更加重要一件事 就是首先 define what is 公共性 然後就是怎樣再重複與否的問題 交給這位講者 有幾件事 首先就是給一個 剛才朱sir都有在講過 剛才有提及過這100年社工界在香港的轉變 其實我自己對於這30年社工界在香港的轉變 其實都感受有心 因為其實早年80年代初的時候 剛才有提及過楊森 其實有很多的人 都成為了民主黨的人 的前輩 其實都在80年代初當時 當社工未專業化的時候 由經濟工作開始做起 而之後這班社工去關心 即當時80年代初 社工在社會轉變的角色裏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而這班人最終選擇的角色是去進入議會 我不知道那班的前輩 怎樣去 evaluate自己當時80年代初 選擇去進入議會 究竟這條路對還是不對 但是我們見到 當時的一班社工的前輩 他們選擇了走一條這樣的路 但是之後 我們見到去到90年代的時候 在香港 我們剛才說了一連串的社福界 那個制度上面的轉變 我們見到 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社工究竟在這個時代的轉變裏面 其實我們還反映什麼角色 我們不敢說 社工的重要性是消失了 其實它仍然都有它的重要性在 但是當80年代的時候 社工在社會轉變上 作為一個前緣 或是派遣人的角色的時候 那今天 在社會轉變的時候 我們見到很多社會的危機 其實社工的位置 的角色在哪裏呢 剛才郭俊宇有提及過 蔡元川的事 其實我們相關的例子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譬如我們見到很多社會的危機 其實也是社福界的危機 那個危機是變成 就是十多年前 我們見到市區重建的大幅崛起 社工就變成一個市區重建局 給錢底下去聘請的社工 而當中他們的角色就是 幫助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去解決他們的困難 那這些困難是什麼呢 就是最大的大前例就是 當他們面對重建的時候 去解決他們的困難 那會不會有一個no-go option 這班社工是可以跟到 一些受影響的居民說 他們可以選擇不去重建的呢 就是市區重建局是你的老闆的話 你作為一個社工的身份 其實很難去提供到 這樣的no-go option 我們會見到面臨在 在公營的重建上面 社工是一個這樣被動的狀況 前幾年私營重建的出現 就是田生開始出現的時候 社工的角色在哪裏呢 我們見到就是田生會請社工 我們見到政府只是會給錢 給平安中協會 只是做受私營重建影響的長者的服務 其實都是一些非常小規模的服務 而亦都是沒有一種no-go option 沒有一種就是說 這班社工其實如果我們是說 一個跟我們的服務對象是同行的話 當他們面對他們目前重建會面對的困難的時候 其實社工的角色除了是說 幫他們在這個大前提下 幫他們避免控制 減少傷害之外 其實有沒有一個更加去progressive的角色呢 而或者最近我們比較流行一點的 會見到因為新界很多發展 無論說東北發展也好 現在說洪水橋了 元朗藍了等等的發展 其實香港發展 一向社福界都有NLCDP的 但是我們也會見到 其實NLCDP變得非常被動的角色 具體的例子就是剛才郭俊耀所說的 就是蔡元村的例子 本身那個範圍也沒有NLCDP去負責的 而當時港鐵是給了一筆錢 給了博外這間機構 迫了這個project回來 然後就是進行一個兩年的project 來解決 就是說村民要去搬 那他們要去處理些什麼問題呢 那當然那個意思就是他都要搬 那他可以怎樣處理呢 那就是當時我們倒轉就是 我們是作為一個組織者的角色 我們不是一個叫做 official註冊社工的身份 但是其實那一次的經驗 令到我也有很多反省 就是當我們去到的時候 我們又是要洗穿 我們又是要跟Case 又怎樣跟他們去面對 是要這一場這樣的抗爭 到當大家接受去搬村的時候 怎樣跟他們去賠償 去去覆監牌等 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都跟他們一起了兩三年 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博外這班社工的角色 其實是因為這個前設底下 其實令到那班村民 其實對他們都很抗拒 無論在策略上 就是最初的階段 不讓社工入村 到其實就變成 也都是有一些的 去到後期接受去搬村 變成社工的角色就是 免費搬屋公司的角色來的 因為它可以免費存倉 和免費搬屋的 只是變成一個這樣的角色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都覺得 無奈的意思是 社工不應該是這樣 不應該是因為你的老闆 是給你一個這樣的前提 然後是去 老闆給你一個Task 就是要處理他們搬村的困難 但是社工的價值 告訴我們我們 我們應該是 就是同理深 了解到村民 我們的服務使用者 他們最需要他們的意向是甚麼 而當我們發現 我們的對象 其實他們的意向 是不想改變他們 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時候 這種矛盾 其實我們應該要做出一個 一個道德成在的抉擇 而蔡元村會是一個例子 另外就是我們都會見到 現在譬如說 新加東北 其實都有很多NLCDP 其實是在法國裏面的 無論是機構不說 其實都會見到一個狀況就是 NLCDP很有歷史背景 而也是因為在制度下 他們必須要跟DO 即是district officer 又或者是社署的DO 其實一定要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而當其實 這是一個政府的project的時候 而這一幫社工 也都是政府sugway的位置的時候 但他們對著那幫村民 當然會有些希望可以上樓 但也有人會是希望 繼續維持原有的收入方式 那究竟在這個社會的轉變下 我們都會見到 其實是跟社工價值 是有所confort的 那我們怎樣去選擇呢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面對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 今天去到這個時代 社工無論是在社會發展上面 我想對於社工人 都會有在社會轉變上面 其實都會面臨一些confort 尤其是當反國教的時候 原來出來的那幫青年人 其實都不用社工人 但他們已經走得前過你了 那時候其實那個confort 其實值得令到我們去反思 面對現在這個社會轉變 在一個制度轉變的時候 我們那個角色是否還可以這麼去政治化呢 過去的社福界或者學院的training 可能有時候會教我們要保持中立 甚至有些是教我們要value free 那要盡量保持中立 不要影響服務使用者的想法 但是我們其實 我們意留意發現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你一個value free 是不可能出現的 當你自以為value free 的時候 其實你是做的一件 已經是一個立場 或者已經是一個政治化的行為 那昨天和一位youth worker 在那裡聊天 他在跟我慎說 和一些同事討論 就是那時候反國教的時候 不是有討論過罷課這個問題的 那有些人 有些記者都會想知道 就是社工在罷課的時候 對的態度是什麼 那有些youth worker 就是我的朋友 就有些同事在那裡說 當然是不鼓勵 如果罷課 那些小孩走了去周家玩 會令家長又看不到他們 他們會很危險的 所以他們會說 因為小孩會危險 所以認為為了保護小孩的安全 就不應該罷課了 我們看下去 其實他好像很中立 他是為了小孩的安全著想 但是會導致到結果是什麼 其實他已經對這件事件 已經掉了態 那我的朋友 會很敏鎮 其實他已經是管理層 他很敏鎮在那裡說 為什麼會有些同事這樣想呢 當家長是去支持這個行為 然後認同自己的子女 是要參加罷課的話 作為社工 不是應該是 作為一個最大的後盾嗎 我們不應該用我們的位置 和身份去judge 家長的選擇 可以選擇支持反國家 可能會有其他的原因 如果他因為其他原因 不能夠照顧子女的話 作為社工 他都會幫他托管 其實我們最簡單的事 其實我們是去幫忙做托管 其實不是才能夠 彰顯到我們本身 專業的角色嗎 那有時候 當我們不以為 我們還有一件 價值的事件的時候 以為還有一件 政治化的事件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做了一件 很政治的行為 所以當我們會以為 幫那些村民去安排一個好的後著 可以上樓 我們其實已經是一個judgment 譬如說是會judge 他們現在生活不太好 上樓的環境會好些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社交控制的角色 就是幫政府也好 或者地產商也好 去做一個他們的project 所以我會覺得 現在我們是社會界 社工其實是面臨了一個危機 在這個社會轉變底下 其實我們已經迷失了方向 找不到我們自己一個獨立的 公共性的角色在哪裏 正正都是因為這樣背景 這幾年 尤其是初元村的經驗 令我反省了很多 就是雖然我不是一個社工 我在天書教我們正義和平 委員會長該幹事 candid片不需要寫 我是否一個社工 這份工也不需要領先 我是否一個社工 這樣正當在做社工的工作 我們要去世村 跟村民一起經歷兩三年的困難 而我們做的事可能是更加貼近他們的需要 我不是說想去比較些甚麼 因為我們倒過來 我們少了一些機構的掣肘 令到我們可以更加勇敢地說 當村民他們根本就想不遷不拆 根本他們不想改變生活方式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加勇敢地跟他們一起喊這句口號 所以我會想 我們正正正在做社工的事情 但為何在一個制度和環境中做不到 生病的應該是制度病了 而不是社工價值病了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反省 最近這幾個月和一些朋友互相談 我們是否應該監控社會呢 社會呢 社會的精神是什麼 當然這幾年 久不久 三兩年都會有一堆人會出來 無論之前的進步社工也好 或者是進步社工網絡等等 或者是參選選委 大家這幾年都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 關於社工的運動出現 希望這次我們和一班社工朋友一起去搞了一個社工復興運動的東西 其實都是 我們已經找了reclaiming social work movement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重復 或者奪回 重奪我們本來所說的社工價值是怎樣 所以我們這一班 因為這樣 所以我和邵家俊一起去 幾個月之前的一次聚會 很慶幸地 第一次很急地說 都有三四十位的同工出現 有些學院搞一些是前線社工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心 發現其實面對現在的社會轉變 其實社工的角色應該是可以在公共領域上 應該可以做得更加多 所以我想大家其實這幾年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不知道怎樣做 固然有一些就可能好像 剛才老師說的達初 或者好像我這樣的例子 懶型 我北左業 其實我頭幾年的工都是八九千元 我想我現在和我的同學 身金的距離差兩三倍左右 但是我不會覺得是一個特別什麼偉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生的選擇來的 或者其實達初也是 我們選擇了一個非社福機構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是在做社福價值的工作 但是亦都有一些 其實我們發現其實 倒反過來 其實在社福機構裡面 大家無論任何一個位置和角色 其實都是可以做到 自己做 我們發現其實前線社工 越來越嘗試去做多些這些事情 就正如可能有些老師 經常都所說 你關上門就是你的世界 你對著你這群服務使用者 其實你就可以去一個最微微的關係 其實你就是最能夠實踐 你的價值和精神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很多前線同工 都嘗試去踩一下幹線 但是當然也會擔心會不會老闆會詐刑 或者是會給壓力 但是大家都仍然在努力著 當然我們最近都會討論有關於民主普選的議題 有很多同工都會反映 其實都很難在中心那裡推 因為會有壓力或者會政治敏感 但是我們更加看起來 他們都嘗試努力去做 或者有一些社工都會面臨一些很無奈 就是覺得在職場環境是很難做 但是自己是以工餘時間去參與 比如社會運動這樣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可以想多些 或者試多些 其實在我們的工作或者學習 甚至我們在家庭裏面來說 其實我們怎樣去實踐這種社工價值 或者是我們的基進性 所以我們其實未來都會很希望 其實不同的領域 無論counseling也好 youth work也好 family work也好 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公共性 或者是一個good practice 的可能 我們都會希望可以多些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radical social work不是CD才可以做的 counseling其實你能夠做到的 是更加有力的 我記得讀社工打開其中一個課書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叫做安主治權 所以剛才朱常文的問題很好 有一個很強的反思 就是說 他說 咦 你去守衛蔡園村 你認為公公婆婆不知不察最好 就是 你認為他們留在他們的家園裡最好 就是 說不定就是他們想幫我最好 這樣 我印象中很深受 我在他幫做這件運動的過程裏面 有一個前輩找我 我已經忘記了在match up看到他 前輩跟我說 他說你幫忙 對 他說你千萬不要讓他們上樓 我問為什麼 其實我也問了為什麼 上公屋挺好 可能有你一個極端的意見 他說不行 他說他人生其中一個挫敗 就是曾經試過處理一些舊村千賊 稱他們上公屋 我想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雅灣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很流行 就是可能社工要入村 稅他們上樓 接著那個社工前輩跟我說 他碎了一些卡人 和那些卡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他們上樓 然後年多之後這些卡人 都陸陸陸續續過身 他們不是全部因病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過身 可能我們未能夠理解得清楚 可能是人不能夠忽然改變 他的居住環境得太重要 所以導致到他們會有一些屈門 而這件事是可以由一個社工的前線去親手造成 而這件事是會成為了你的心理變化結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就是 按住字節有多重要 是因為其實公公婆婆表達了的意思 就是我們應該留下來 我們不應該這樣這樣這樣 而最令我痛心的就是 為什麼社工要商品化 什麼時候 社工可以是用一大堆的資源去買 這裡有發生一些大型的 就是可能清拆事件 我們政府很好 派一堆社工下去幫忙 社工你出啦 出去殺啦 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概念錯了 最恐怖的是一筆各撥款 一筆各撥款的恐怖之處就是 你可以想像到 你是戰戰兢兢拿著這些個案紀錄表 入到你老闆的房間 你老闆問你今天交了多少個個案 你不夠就一數一數 還不出去做多些個案 不跑多數回來 我們做社工 我們現在不是做保險 我有一個很大的矛盾 在想為什麼要為跑數而跑數 我們不是要爭取的數字 我們是為你作為社工 你在這個角色上幫助了多少人 而幫這個人不是虛的 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 社工的工作很虛 其實不虛的 很實的 有機會你真的做過一些 就是一個假熱時日 他終於走出來 你問回他 當日你怎麼看自己 就是當日他怎麼看你呢 他會很感激你 一個好的社工 就是那個假熱那個卡人 他是現在在一個 可能酒店那些回船門不斷走 可能他太累了 他就鎖了回船門 你是社工 你會勸他起來 繼續向前走 但是不只是這樣的 社工你是要令到他離開回船門 離開他的壓力之事 就是我會覺得 我們的工作 是希望令他明白 你可以有將來 你可以向前走 而這個動作一點都不去 一點都不去 是一個很實正的工作 當然我自己都會覺得 其實大家有心理準備 到你做社工的時間 你相信 經常很多朋友說 你做社工的 喂 我很大壓力 我想跟你聊天 其實老實說 最大壓力都是社工 當然根據食物鏈的話 他吃壓力 你吃他 然後壓力吃回來 OK 你為了食物鏈最高 當然又不可以沒有了我們 因為食物鏈很實行 OK 所以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大家要明白 我們是人 OK 我們都有個情緒 我們都很容易會有個情感轉移 很容易會哭到飛氣 而事實上到現在都會哭到飛氣 OK 就是有些個案子真的很可憐 但是我人生最深刻的其中一個就是 有個阿伯來我辦事處 其實我已經 我有一些融入了我的工作 我不喜歡只是做referral 總之就是你來 你不夠錢我去社署 你申請公屋 就去申請公屋 你議員做了什麼 我會覺得過程就是 你中間要給他一個儲光 其中一個我最深刻就是 有個阿伯來我辦事處 然後有個伯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啊 阿俊 前陣子在街上看到你沒有跟你打招呼 我拖頭了 你沒有打招呼 不用這麼嚴重 就是不記得的 然後他就說 那陣子我太太過世 那時心情不好 爸爸開始眼濕濕 我拿著紙巾給他 那個伯伯拿著紙巾 就跟我說 我太太臨走前一個星期一 看你 就跟我說 你呀 記得看著阿俊 他人沒什麼機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他太太試過被房署欺負的 欺負到 總之不知道有些什麼 我上了門就跟房署幫你爭 然後出了一口氣 然後他就當你朋友 那一刻我突然在紙巾的時候 我哭到飛氣了 OK 按道理 你過身你想起你的親人 你朋友 你也不要想起你的區的區議員 大哥 就是不會啊 大哥 我覺得不會 而事實上我會覺得我其中一個 我會覺得做社區工作 你不要當作一個工作 這個是一個感情 當然 我第一次把社區工作的那套 融入議員 我都預料到會出事 但我覺得我能夠徹底 就是能夠值得 因為 因為 你明白 你第一次在書館裡學到的東西 你真的要去實踐 而這件事不可以一念之差去改變 你有武功 你可以助索為藥 你可以幫事件局去做他的社區 去說服別人 但這個不是我們最瘋癌的聲音 甚至可能不是朱sir剛才所說 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我們所認識的北斗星 那個那麼強的光環 當然我都不覺得 我不覺得社工有一個光環 我們都是人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我們的確是在人家的生命 帶來一個很大的影響 為甚麼我會這樣想 因為有個社工曾經影響過我的生命 然後這件事我會記多久呢 我會記一輩子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 我第一份工作 我就做青年中心 我做PA人 那時五千元的工資 扣上強積金 四千百五十 我還要給三千元 我家裡睡了 就是 那時候我都覺得好玩 都覺得人生第一份工作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 我要跟邊緻溝通 那時候我喜歡跳Black Dance 那時候我教了一些人 跳了幾堂 然後就 現在不跳了 不用大家那麼詫異 那時候我很喜歡跳舞 我喜歡跳舞的 然後就 有一天 其實真的發生了 雅灣早幾年 我有一次在鋼街 看到有一幫人在跳舞 我在跳舞 我很自然會看 我覺得挺好 我很喜歡看東西 然後有個年輕人停了一步 音樂還響著停了 突然走過來 我心想我不是得罪了你 那我怎麼走呢 他就說 你記得我嗎 然後我說 你是 他說早幾年 你教過我 我跳了一點點舞 我教了他 大風車 Like 一手 然後他說 他現在去比賽了 他現在去一些很大的比賽 我跳得厲害了十倍 意思一相 我很敢 他說 多謝你當天在籃球場教我 我是氣教的 真的 但是氣教 原來你影響了他 然後他記得你 然後我又會覺得 原來 大家的工作是這樣的 你將會成為 很多人 記你一輩子 不過 未必是記你一輩子好 只一個不小心 有些個案 你會做得差 但要承認 有些真的 你很難說的 你保障不到 但他真的會記住你 但是 這個也是 我會覺得 社工神奇的地方 你去幫一個人 那個人就會去幫你一個人 這是做人自助的過程 然後不斷用幾何級數去進化 或者 你就是最初 提供動力的那個人 我會覺得 歷史書未必會記得你 但你一定 你的確在推動這個時代的進步 是因為你在幫助很多 隱藏在裡面 我們不承認自己有問題的人 最大的病 是我不承認自己有病 我怎麼有病 我這次有病 所以你很搞笑的 派社工做家訪 尤其是媽媽找你求助 然後那個兒子去傷室 然後派個社工上門 敲門 我是社工 我來幫你的 那個人是不會受的 有很多方法 要令他接受才行 因為他會不承認自己有病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病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要努力 因為你們現在 你們將會 即假如畢業 然後去做不同的生育 你們是會進入災場 現在香港是一個很大的災場 我們很多人沒有了對前路的信心 不要說是卡人 我們自己也是 我們不再相信社工是一個光滑 我們不再相信社工是可以 即我們不相信那個價值觀 然後我們會慢慢被生活去忘舌 過到有一天 我發覺我們的齒良已經滑了牙 是這樣的 我一天見一百個個案子 他今天哭了就不要哭了 已經習慣了 紙巾是這樣遞給他 你哭完再跟我說話 不要 千萬不要改 我聽過有些這樣的同工朋友 他跟我說 我很討厭 我跟自己說 我一定不會做這些 我看不起的社工 但問題就是 在於你說得出一句 你就要做 就是怎樣能夠令到自己 去記得一句說話 就是 治一個人是很容易 但這個心是很難 你去治一個人的心 拜託不要治一半走下去 他不會再相信社工 上次的社工 敢對我做了下一個社工 然後他可能做很多奇怪的事 嘗試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 大家 記住 你們一見到社工很多好的東西 但我希望你們做社工 不要做得有遺憾 可能簡易時日到你們 就坐了朱Sir的位置 一入洪門深似海 四十年前 我問你們是poly 等等 真的嗎 我覺得時間會過得很快 這時候當然要吃到朱Sir 不過其實我都很想問 七十年代那時候 那個社工世界是怎樣呢 我覺得我自己做電腦節目 的交咪方法 做得很好 謝謝 給點掌聲朱Sir 樓下台下的同學 或者同工 有沒有問題想問 或者有沒有意見想發表 一會有時集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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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七八十年代的社工 那是一個社工盛世的年代 因為都是工多人少 你都要理解那個盛世 就是因為殖民地政府 有意無意打造出來的 其實在那個制度底下 所有我叫做譬如教師 公務員 拿著大學位那些 全部都薪酬很好 因為我想 政府統治那個技術 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這些逢有機會 顛覆社會這班精英 全部是好好的 嘈肥你們養你們 沒有了那種 那種 怎樣說呢 那種 就算你的意識不大 很激烈也好 但是你又好吃又好住 然後又升職又加薪 甚至做社工 那時候有叫做跳point 即是兩年試用期過之後 又會加幾個point給你 然後每年就禮拜加一個point 即不是現在這樣通過膨脹調整 你都要恩賜給你才有 即是你不想到 但是這些東西出現是因為 當時 你都要多得麥理好 即是他打造了四條 即是法輪之處的時候 他是 world fair是其中一環 他會推的 所以很不夠社工 所以很早期的社工 是會有這種這樣的優待 但這種優待又會很快麻痺了你 我想回來講那個所謂公共性 其實有老師寫過的 金炳光在香港Journal Social Work 其實在2010這個編文叫做 社會工作中的社會含字 重拾社會工作中的社會本質 即是其實我們很想講回 即是Social Work 如果要再revitalize 即是有它以往的活力 它一定要掌握得實淨一點 那個Social Work的Social是什麽意思 金老師這篇文章 他講得很好 首先他講社工的源頭 然後他講為什麽社工會逐漸 失去了社會化 即是去社會化的原因在哪裏 而那個社會工作 社會的涵義 它有六個涵義 work out 那我不詳細講 這篇文我又帶來了 如果你說大會認為 電子版我也有 如果你說 譬如說sir你可不可以 這個copy給你 為什麽不用借 我再印過 但問題就是 你留下一個email 我想是會不會 依照給同學生 依照給你 依照給你 這個是其中一個copy 另一個copy 就是 有個老兵 叫做尤達瑜老師 他叫做老兵不死 他寫了一篇文 叫做進步社工 其實是淺的 我其實在第一堂 即是SWGP2 我也派過 我覺得他很有意思的 他說如果你想做一個 他不敢叫激進社工 即是進步小學 是怎樣呢 他就提供幾個方向 第一就是社工要不斷檢視 自己和當事人身上 學到些什麽 這些得著 怎樣可以改善服務 更要向當事人 表示衷心的感謝 諸如此類 要反映在一個做人乖 第二 二、三 我有特別留意 社工需要使用當事人常用的語言 可以拉近比赤距離 諸如此類 千萬不要用一些 診斷式的語言 社工要不斷邀請當事人 就期服務安排 審批標準 和程序提出意見 諸如此類 其中有一個大題目 就是講抗行的主流論述 提出社工要注意 小心語言 因為現在 以前那些叫做總幹事主任 現在變成行政總裁的經理 業務總監 服務受眾變成顧客 當事人 就是一大堆商業的語言 移植了社工忽略服務的運作 那裏他說 你要小心這些語言 你老闆用 就是不等你要用 老闆跟你說核心業務 那你就說 我們社工工作 最大的使命在哪裏 就是有時 對著這位 他有很多提點 我覺得他代表了一些有心的社工 這些文章加上達初 這裏有篇文 這叫做《重執社會工作價值》 寫在強制驗讀 及下一次大戶事件之前 我用這些例子去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你怎樣 可以承認公共性 對我來說 社會工作在專業化的過程裏面 有時會有某種自我麻痺 這種自我麻痺 因為你工作很忙 你也在搬動很多技術 以及知識去解決 社會問題 譬如你嚴讀的 你便覺得 我在北區的那些 吸毒青年裏面 有些貢獻 那一方面 那個訓練是有問題的 就是社工的訓練 可不可以把公共性 或者社會性再帶回來 在我來說 社會工作能否重新再政治化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處理的工作 不管是宏觀、微觀 其實涉及到power 涉及到資源分別 涉及到政策 涉及到社會結構對問題的構成 這些全部都在你的認識裏面 應該有的 而這些不是理念的認識 那麼簡單 在實踐裏面 這些是怎樣被imply 以及被動動它 這些位置要做事 那個公共性 是因為我看到一個歷史的趨勢 是甚麼呢 逢是社工墮落到某個程度 中國那個道家的思想就會出 就是道窮則變 物極必犯 如果社工夠節度 就自然會有一班 很不服氣的社工 就像現在那樣 就是時窮節乃劍 你看到大部分人都開始在那 典藏典籍 和轉行 或者不做 或者見到你機構經常說 做社工 但是同事都會說 我們對client就很有社工價值 為甚麼機構對同工 就不講社工價值 就是搞甚麼呢 我老闆以前都是前世畜生 都是紅副席 現在他好像整個經理那樣說話 完全用了他的terms 去講服務 講需要 發生甚麼事呢 我看到其中一個公共性的盼望 其實有一班 無論是學院 無論是前線 無論是機構中層 都有些人覺得 現在的科目是不可以的 是隱無可忍的 是時候要做些事情 要發胃的時候 現在開始看到他們發胃了 譬如說這些 八千元個月那些 學院裡面還有邵家津 邵家津看來也不打算畢業 不是博士論文做 他選擇了更重要 和有意義的事情要做 高調一點低調一點 我看到學院是有老師 在做一些很重要的播種 推動 一些反抗的功夫 但是學院也有學院的 有時有些政治形勢要兼顧 這些老師的生存 有時都很可怕的 都很艱難的 所以都要講一下怎樣打亂防 所以你今天不會看到 松師兄在那裡 所以反動場面也盡量不入鏡頭 你都要為他想 但是他盡量做很多幫忙推動 我看到勢頭開始在推動 但是他能否持續下去和壯大呢 這就好看 對我來說歷史契機到了未 有一班社工他覺醒的 他願意扮演先知的角色 被人扔石頭 他標示的方向 他認為社工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怎麼走呢 我猜這個 這個東西 我都說不準 但是我只知道 這件事正在出現 有些年輕一點的 有經驟一點 有理想一點的社工 仍然是有他的執著在 仍然是不願意認輸 而你看到在學院裏面的老師 也都不僅是跪下就算了 他都會積極去推動學生 而且他在拿一些聯繫 比如台灣的學者 和英國本土那些激進的社工 英國西歐或者美國 近這10年 其實他們都很慘 所以他們的社工都反彈 英國都開始出現了另一個浪潮 就是那些 The Return of Radical Social Work 學者圈裏面開始 不止寫文章 這些文章美國都有 有本幾近的書 檢討美國為何社工 沒有走去激進化 根本書叫做The Road Less Taken 解釋美國為何沒有走過他 當然很不滿意 他有他們的回應 我估計香港 其實可以講幾個層次的公共性 第一個就是 我們如果真是很保守的 社會那些東西 放在他們的工作裏面 已經是有很多事情要值得做 比如說你做Counseling的 你要明白Counseling 或者社會工作裏面 他有一些很麻痺你的地方 因為他在整個理論和認識論裏面 是將社會結構 社會政策那些剔除了 大部分的 the therapeutic work 都是沒有這件事的 除了the therapy 除了 有某一兩隻的 the approach 可能會比較 將社會結構 或者意識形態 擺放進去 如果不是大部分的 這一類的小資的輔導理論 其實都是假設問題 在一個人本身發揮的小宇宙 好像龍珠 或者搞好一點的家庭運作 很多問題都認人而解 但是誰不知 原來家庭問題 個人問題 精實健康問題 其實跟社會本身一些很巨大的 你叫做結構也好 你叫做意識形態也好 你叫做氣候文化分威也好 息息相關 即是說最微觀的 最宏觀的 基本上是有一個很密切的 互相構成的關係 我們社工的學養 其實是應該讓你看到這個慣例 在那個 不是叫你只掛著去上街 組織一些client去示威 實際上有很多實務的事情 如果你要拿到社會人士 或者自己重建那個自尊 技藝上必須有掌握的 即是說有些事情你真的做得好 但你不是只要做得好 你是go more than that 就是講公共性 就是說我們會不會都看得到 社工作是一個很特別的專業 就是一個關心時弊 是一個把問題看得比較透徹 願意做些工夫欠缺 總之夠洗夠食 你就暫時不會再有那麼多要求 還有這不是一個鐵板 很快的行業 如果你用一個辯證的 就是有人做一些保守的工作 有人做一些激進的工作 但是合在一起 它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行業 就可以了 所以批評和飆出來 永遠都是小數 但你不要少看這些小數 看過100年的歷史的軌跡 就是很多時候這些小數 只要夠多 夠critical 它會對整個行業的演化 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我寄望的就是 現在香港社福界、社工界 都開始折舵到中階了 但未折舵到盡 因為你看看 先進國家的那些 民主黨和那些 威脅政策更徹底 最終都還未出現 所以黎明還未來 黎明是未來的 黑暗是仍然存在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做準備功夫呢 因為黎明一來到的時候 你要準備好才行 如果你不準備好 劇集過了 那就真是沉淪了 所以不斷的反抗 不斷的討論 不斷的說要做這樣做那樣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在醞釀著 就是我們有親的社工 是很不滿意現在的 當情的實務狀態 我們在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方向都尋找突破 我們都很希望 我們重建我們入行的時候 我們所認同的那種社會工作的理想 雖然我們知道理想 從來都不容易實踐的 但是不希望現在的行業 或者現在的實務的情況 變成這樣 那麼狗邪 那麼被人遇獄 在這個被遇獄和載喪的過程裏面 我們可以怎樣 課真假實地做多一點 我們認為所認訊的那種社會工作 是應該怎麼一回事呢 我覺得大家是在不同的角度 在探索這件事 正正是我覺得 這幾年是多了盼望的 因為見到學院 見到前線同事 簡直是聚在一起 這一執那裡一執 其實是一執執 不過還沒有串連 所以那個串連是很重要的 組織很重要 我們需要有人 去把我們 anchor 還有你問我 我覺得社會工作實務 在最後是不應該 跟社會運動斷勾的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 壯大我們的服務對象 然後推動運動 他們才有那種moral legitimacy 即是他們說政策不OK 好過我們說政策不OK 上面的人就會說 當然了 那不OK當然有些 多些服務得到的 多些工作 多些 senior post 為自己說話 那些人 所以我們說是不夠 雖然我們有research 有這個 但是其實到最後 這是機構的盲點 機構也很不願意 去壯大它的服務對象 因為壯大之後 那些服務對象第一個 要修理的就是機構 第二個才修理政策 修理政府 但是社工的這個位置 怎樣走條路 我已經看到有些同工 我自己的教學生 跳了出來 是正在跟著這些組織 這些機構不容許 他的服務對象 成為一些註冊的社團 打算成為某類的anjol 作為的士拿好些funding 竟然有些同工 是打散工的 當這些不是主流 但是你見到有些同工 是為了一些執著 為了理想 他寧願捱窮少少 他有條件 他說朱長 不是跟我害過這樣 因為我不用交用花 或者有些同事說 我拿好少就可以了 我的哥哥姐已經搞定了 我拿就行了 我拿就行了 他各人都有自己的 但是我見多了 我也有一班學生 或者畢業的同事 會去派飯 你覺得最保守的那些 那些跟明哥 深水埗北河街 明哥結合了那些 現在是有十幾個點的 是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人 是做一些好像很沒用的 但是其實是 從一個宏觀的學生 好像是 派飯指不到些什麼 但是其實它是 發展一個精神 就是這班 在那裏派飯 拿些東西出來交換 擺地攤 這個barket system 這班人 其實是講給我們聽 有另一個可能性 這些其實我會覺得 是契機來的 十幾個點都不同 不同時間 但有某種的默契 但又不是很組織的 最近出了一本書 就是講他們做這些工作 這些你看到 社會是正在反彈的 前線是正在反彈的 做這些工作 也不只是社工 關心社會 和不接納的一個社會 現實是這麼糟糕的 那些人已經納給三袖 在做事 City Planner也有 Designer也有 古靈精怪 All works of life 社工是其中一環 所以我們要跟這些人 會合和呼應 各做各的 我正在等著契機 等著什麼契機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試過 我家裡的煤氣爐 那些舊的煤氣爐 那些舊的煤氣爐 可以的都可以的 實現突然可以的 那一刻是怎樣 我等的就是這一刻 當大家都準備好 那一支各國做 有些人連在一起 都是分開做 大家都相當不滿意 大家都開始想到 很多契機 大家都在做不同的契機 所以我們現在等著一個契機 將我們立在一起 這個契機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你不準備好 當契機來到的時候 你就做不到事 那個大反撲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為這個大反撲 做好準備 現在 同學生 讀書也是 理念上做好準備 謝謝主伯 剛才你說的同事 不入鏡 但是剛才爆了他的名字 好 公共性 剛才也提過我一點 如果我 剛才回應主持人 就是說哪個地方 公共性 其實最近這幾年 有一個新的名詞出現了 Stakeholder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持份者 是的 持份者 就是總之 跟那件事有關的人 都會參與 去到討論 這個Stakeholder 對我來說 跟User Participation 是兩個完全是 對立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User 就很清楚 是User Stakeholder 持份者 就是什麼人都有 什麼人都有 就是真的什麼人都有 就是說權力很大的 也有 權力很小的也有 就是說 會不會說 Stakeholder 如果要去DF 那件事 或者一個行業 是什麼時候 就算由一參與也好 永遠都不能夠 他有權力去DF 他自己是什麼 如果社工 就是這樣 要去DF自己的時候 就是 究竟社工 如何去DF自己 究竟服務對象 如何去DF社工 甚至乎是 市民是怎樣去DF社工的呢 我記得第一套 看有社工的戲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 在香港 有一套戲 應該第一套有社工的 如果我 那個叫 癲腦正傳 對 癲腦正傳 就是馮瑞帆 做社工的角色 其實整套戲 都是說做人自助 做人自助 他的服務對象 就是精神病康復者 那時候70年代 就是一個很 Tabu的 一個領域去到發展 裡面有誰做DF的呢 有周潤發 有秦沛 有梁朝偉 今天都是明星 那為什麼我要提這件事呢 就是 去到 早幾年 《無線套路火街頭》 都說社工 我發現 都會有幾一物相成的情況 就是社工 都是一些很individual 很個體 去幫人的情況 但是 在癲腦正傳 有一個很impressed的情況 就是這麼多年來 如果在 有編劇 舞台劇 有的社工的形象 癲腦正傳 有一點顛覆 或者是真的 說得出社工的成份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秦沛就吃生雞 就說他瘋了 然後 馮瑞帆 抓了他去看醫生 醫生跟他說 今晚就沒有 沒有什麼 秦沛 你不如回家吧 那馮瑞帆就說 喂 你是一個什麼醫生來的 你這樣去到 你這樣去到 將他 就是放回家裡 我印象是什麼呢 就是 他在這個角色上面 他嘗試跟另外一個專業糾纏 他嘗試用一個自己的身份 去跟另外一個權力者 去到糾纏 這個呢 在很多電視劇集 或者電影 如果有社工的話 都很少 甚至乎都沒有 出現過一個場合 其中一個公共性 所說的就是 就是 如果我們相信 一個空間 是可以塑造一個人 的時候 如果 假設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就是剛才提過的 私有化 私形化 或者欣欣關的過程 是塑造社工 是一個 那麼保守 或者是 那麼去政治化 角色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必要 去到塑造一個環境 讓社工可以重新 去到界定 和定義自己有這種進化 和公共性 譬如 可不可以有多些媒體的運用 讓人可以定義 社工其實是有這個面向的呢 可以和權力者去到討價還價的呢 那個權力者可能是政府 那個權力者可能是家庭裏面 就是 說得是 做決定的那個人 或者那幾個人 或者是機構裏面 那幾個人 或者那幾個階層 這樣 這個是其中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Echo回到高部所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所說的社工價值 都不應該 只是在社工身上才有的 如果我們覺得 社會公義是一個價值 我們如果覺得 平等是一個價值的話 就算不是社工 都可以 其實是可以 參與這個想法 認同這個想法 換句話說 其實社工的精神 社工價值 其實不應該由社工去壟斷 也不應該由社工去壟斷 這個權力是應該交給人 交給服務對象 可能會說 如果我交給梁振英的時候 那就糟了 這樣 可能是很糟 但其實有好的地方就是 我們一個公民社會的發展 其實我們要有很多的辯證 的辯論 就是最怕就是暴力打架 是不是 就是打架就是出黑社會 就玩完了 但是如果真的不是出黑社會 真的一談的話 其實這就是一個推動 在公民社會去發展的一個 很必要的要素 譬如說普選 如果大教授說那種 是可以這樣發生的話 其實這個商討 是重要 也是必要的 所以引來第三件事 如果公共事業會發生的話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社工 我們要重新去確認 我們是一個公民的身份 公民是甚麼呢 我們不只是一個消費的公民 我們不只是透過消費去確立 我們自己的身份 我們是在確立一種 平等的社會關係 相信平等社會關係 是重要的這個身份 而這個身份 是在超越社工本身的行業也好 職業也好 甚至乎 可能我父母他不是社工 他都相信的話 都要的 所以第四步推下去的 就是我們在中學 或者在小學的教育上 我們怎樣可以推動到 一種公民教育的出現呢 這個就很重要 譬如說 譬如舉個例子 朱巴那個年代 寶寶和我這個年代 鄺俊宇這個年代 再到他下一個年代 社工的教育 下一輩的人 浸泳的奶水都不同 可能我和寶寶的年代 就是浸泳六四的 朱巴就在福利共識的年代 成長的 那現在來的這一代的人 他正在浸泳在一個什麼環境 以至到他去到一個十年之後 他進去大學讀社工系 他怎樣可以培養出一種公共性出現呢 我們回頭 可能在小學 可能在中學 那個教育 或者可能在基礎 其他的建設上面 怎樣可以培養到這種觸覺呢 就變得很重要了 所以到最後呢 我到最後呢 想提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就是 公共性呢 其實呢 只要我們懂得去參與 或者我們願意去參與 就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可能我們有很多障礙 可能我們有很多擔心 可能我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但是我們 如果大家還是學生 還有這個本錢去試的話呢 去試一下 究竟 有沒有一些限制的呢 例如說 你覺得很過癮 是很 很有pleasure 很圓越 很開心 很快樂的呢 那是怎樣的呢 先試了 你先試了 你才知道 原來一個這樣的經驗 是怎樣可以擴散到 比其他人認識 原來這個經驗 是可以禁止得 treasure下去的 如果今晚說公共性 其中一個事情就是 看看大家 有沒有多些可以討論 其中一個可以討論的事情 用來參與 我們去推動 我們去嘗試 重要的就是 你會想在社會上 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這個就是 到最後我想說的事情 OK 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回應 不過也希望多些時間 給台下的觀眾 不是 台下的同學仔 朋友 有多些表達的空間 或者分享空間 不如就在 其實我要控制一間時間的了 這樣就盡量用15分鐘時間 給大家 有什麼可以和一些不同的講者 去互相互動一下 可不可以 有誰想問一下 或者談一下 為何這麼好會坐那麼久 為何會坐那麼久 為何會坐那麼久 不如我先問一下 好啊 讀SPA 不是讀Social Work的學生 想問一下 就是 可能有一些讀社工的同學 他一開始認識社工 就是可能是 學校的社工 青年中心的社工 就是做Council的工作 他覺得做社工就是Council 對我影響很大 所以我就想讀社工去做Council 入到來的時候 我發覺我原來社工不是 就是他接了Council 背後了很多講社會公義 講政策 他入到來的時候 他如何面對這個 認識和現實的分別呢 好 哪位講者想嘗試一下 回應一下這個提問 他不是讀Social Work的 我想他是講 好像有些同學 他可能認識的周邊的同學 以為社工是A 怎麼進來 原來是B的 其實他提不到這樣的提問 而B就涉及到很多社會公義 或者剛才在座 大家好像講了很多的內容 我剛才提問上 其實出完第一次實習 你就知道了 有些同學回來的樣子 很可怕 好像被人的郵輪員 有些會決定從今以後不做 先得了業 不過我不會做 這是其中一個 就是他認識現實和理想之間的交鋒 我曾經跟學生說 如果經過了兩年或者三年 那些人的課程 你能夠發覺自己不適合做社工 其實這也是社工課程的一個功件 你起碼不會劍生逼自己入行 不會入錯行 我想這個是重要的 你一定會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問題 麥當龍這包都不是同一張照片一樣 因為真的很實際 當你第一次感受到出實習的痛苦 但其實老實說 就說痛苦 但時光再倒流一次 我都是會選擇社工讀的 是因為 我覺得明明中總有一些事情 是令到你 你問回自己為什麼你會選擇社工 你不會說 斷猜你真的不會說 因為不知道讀什麼 都要讀社工 難道不少說 你會看回自己的成長經理 會覺得 咦 我覺得這個應該對我 可能最初是這樣的 感情是培養出來 OK 可能是你經過痛苦之後 當然也不要去到第一個placement 才發覺不對 都很慘的 你回到一年才跟自己說 其實不對我再讀過 我覺得很慘 但其實我又會覺得 寫歌是一個會令你愛上的工作 我不應該用工作 但我覺得 當你身在其中的時間 你會覺得 你會放不下你的身份 你會放不下你的帳戶 你會覺得很可愛 你會覺得 你在幫他離異 你會覺得你有存在感 我用可愛是因為 我之前做那個製作人士家社 真的很有趣 我剛才很認同朱Sir有一句 你要跟他用共同的語言 我為了要去認識一個農雅人士 我很努力用那三個禮拜 逼自己成為首語的初學者 於是我很開心 你跟他有溝通的時間 我很想念你 他又很開心 你很英俊 會這樣的 那種滿足感是不可以用錢賣的 當然你會說 我絕對明白 當你和你女朋友見他媽媽 可能真的沒辦法給他吃 你可能會說 我做社工的 但你又未至於說 譬如我買份碼CD 不是那種 我會覺得part of自己 我是一個社工 我自豪的 我會這樣想的 我很自豪我是一個社工 多個說 哎呀死了做社工怎麼辦 我不會的 有一天可能 即我會覺得 都來到這裡了 過了第一個placement 捱了第二個placement 你是的了 你一輩子都是的 我想試一下 其實我不會答 因為我這一輩子的時候 都很不喜歡做社工 所以Skills Lab那些 什麼叫power phrasing 那些Skills 我完全是不會的 Skills Lab的考試 我是肥老了 所以到最後 為什麼都可以實習呢 其實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我猜我們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 到我們未死那天 其實我也不知道 什麼叫對我自己 這個社會 甚至乎自己 對自己的認識 都不停流動 可能我現在覺得不適合 那就是不適合 可能下一刻覺得適合就適合 不過當然 我們有一些物質條件的限制 交了學費 交了學費 交完學費之後 我credit了之後 找不到第二個學位 那這些 我叫做一些 物質條件的基礎的限制 那我相信 如果這些條件限制 開放了之後 大家就可以credit了 不過 如果是不對 可能要想到一件事 是不對什麼 是發現自己不同意 說那種做人的價值 還是 我怎樣學來學去 都學不懂這些技巧 還是 還是 我不喜歡 就是 不喜歡什麼 究竟那個 考慮和擔憂 是什麼 還是 在擔憂 將來我找不到飯吃 那完全是不同的策略 考慮 甚至完全不同的進路 去處理 那 所以 好像剛才主持說 都好的 發現自己不適合做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就是 我們不停去到學習 我們education的過程 就是我們不停去到 重新去到發現 重新去到建立 重新去到構造我們自己 究竟我們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 這個技能對我來說有多重要呢 如果我是想做一個音樂家的時候 我怎樣做一個音樂家呢 如果我想做一個足球員的時候 我怎樣做一個足球員呢 這就是一個我們叫做 就是 classous racing的過程 對我自己有沒有多多豐富了的了解呢 我想這個問題 其實除了是社工之外 我覺得 其實為什麼大家 會好好把握大家大學那幾年 其實 除了是因為讀社工之外 其實大學這個環境 稱之為大學 其實就是給自己 就是人生沒什麼幾何的 可以讓自己 放開懷抱 坦怒心非地 去接受任何新的事物 其實也都是 就是 俗然我成績 但我成績不太好 我想我的GPA 和阿森是差不多的 那 是的 不單止retake 這些是tri-take 你有沒有試過tri-take呢 是的 不過我是IT 我tri-take 那 我想其實 那時候對於自己來說 其實都很多一些新的 我自己都未夠好好把握 其實 人生沒什麼可以給自己 有幾年的時間 是可以 完全是沒有任何負擔 可以 扮indosan 去認識新的知識 由於我最實際的 我那個年代 學了語言 是很笨的 給500元我一個金 然後可以學新語言 然後出席百成 又要推回500元給我 所以我學一個新語言 是免費的 當然 我那時候學德文 但是學三個月之後 因為分不了 遵水是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就放棄了 因為德文是所有的名詞都有分性別的 是的 所以我之後放棄了 但是 除了最實際的這些事之外 我也沒有什麼機會 是那時候去子騰做義工 那時候去洗一流一這樣 然後把整個背包都放棄 有時候去跟中國同學聚會 一打開之後 掃出來之後 那些同學就覺得很驚訝 那我想其實人生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給自己去試 或者去提這些東西 那我想 就是社工有別於其他大學的學習 另外就是 我想我們其實是給自己開了一個眼睛 將自己的生活和社會連結在一起 其實公共性 不單是社工的公共性 亦都包括我們自己人生 怎樣去看 那個公共性的意思就是 其實不是所有的事情 當我們大家面對一些人生的困惑 或者問題的時候 其實亦都有一個社會結構的變向 就是當我們見到 就正如我們其中一個經常都會說 當我們見到一個貧窮的人 或者是要領取眾的人 我們不是要做人 而是因為他是懶人 而是說跟那個社會結構也有關係 比如經濟發展的關係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但是只不過是社會 是否能夠使用到他的長處 其實是怎樣 這件事的視覺 其實就是將一個人所面對的困難 其實跟社會的結構連結起來 所以我想其實這幾年 可以讓自己放開懷抱一些 去建立一下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 那些人驚訝可能是驚訝 為什麼這隻牌子好嗎 為什麼我這樣說 其實有時候他們本身想的問題 跟我們以為他們想的問題是否一樣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一回這樣的事 你面對社工究竟你爭取的東西 或者那些人反對 或者覺得你是打擊中的東西 其實他們是否同一個wavelength去想問題 這是重要的 繼續提問 我叫阿希 因為你聽到你們的分享 我自己也有些少許的感受 我聽到你們的過程 很多都提及到社工應該有一個光環 但我自己一直都在想 亦都很認同阿朱伯 最後又說到 其實應該是由他自己發聲 這個力量才更加大 我經常都在想 因為如果我經常有大陸的光環 其實你empower的永遠都是司機 他們永遠 你作為一個代言人 你可能有很多政策上的推動 你走在最前線的那個 他永遠都是跟隱你後面 他們永遠都是做你一些旗子 所以我沒有說這樣不騙 這件事我都認同的 但其次我可能更加要著重的是 他們自己心底裡 他們自己怎樣覺得自己 其實有個能力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們應該要推動他們自己 除了我們可以幫他們做之外 其實他們自己都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也令到我自己 都有點困惑 其實我們應該要去前線 我們作為一個主導者 一定是我們退後做幕後 一直推動一班朋友去推動這件事 這件事我自己有點奮望 好 因為那位三 是嗎 那位 那位 跟剛才跟我問的完全不同的問題 就是 其實我自己站了一個社工學生的立場 我看回什麼叫社工 其實發現 剛才說了很多說 現實裏面一些可能要妥協 要性的一些東西 我都出過兩次實習的 都觀察到的就是 學生 就是一個讀社工的學生 和他們兩個的身分好像是分割 就是我讀社工 我上課的時候就是社工學生 我下課的時候就是一個學生 跟社工是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可以是完全分割 那我相信 就是我會這樣想就是 我將來出來的時候 都很正常 那份工就是份工 我就是我 就是我不會當社工 是我自己的一個身分 就是等於可能一個清潔工 會不會當一個清潔工 是自己的身分 一樣 所以我 我自己都幾 就是Pacement給我幾大影響 就是有些社工就說 我問他們 為什麼都好像有些氣 有時這樣 為什麼他們 就是為了去完成這個小組 而去把這個小組變得很 就是 就是總之 沒有什麼可用 那我就問他們為什麼要 就是 支持運動 就是 都好像有點氣 他就說 其實也是的 都會 就是 他完了才會想 他做了社工之後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但是他會生氣 其實也是的 不過 阿托又不行 就是為了追溯 為了這樣 然後他就會敲過了 就是他 我看到他的背後 他都覺得自己是有點內疚 也不知道有些後悔 但是之後呢 他也是繼續這樣 那我覺得就是 社工的身分 對我們來說 究竟影響有多大 就是我們在學業 三年或者四年制裏面 我們可以拿到多少的 core value 就是可能 我們會讀很多理論 會讀很多 practical的東西 但是究竟 在價值方面 如果不是 這樣的價值作談會 我不會知道 剛才大家所說的東西 就是可能會 沒有心的 就會繼續 為了當作打工 但是 在我們大專學 三、三、四年裏面 其實我們究竟 要做些什麼 令到一幫我們 將來成為社工的 一幫人 是可以真正明白到 這個東西 而去委屈下去 我覺得 那個斷層 是會在這裏 而我也不知道 其實究竟 可以做一些什麼 是的 OK 請你跟我說 時間關係 可不可以 還有哪位跟我想再問問題 好 除了還有沒有人 還有人想再問 不要緊 就給你 然後遲個答案 請問 大家好 我就是一個 年一 可以學四個星期 其實我覺得這個作談會 都令到我發現到 社工是 比較多 than I think 可能我當初 interview 進來 或者想讀社工 可能和大家一樣 都是覺得這份工作 很有意義 可以陪伴 做人的同行者 走出客人 就是覺得社工的價值 和自己 就是二人為本 那個自己 一直都很想做對方的工作 是 就是比較相似 所以我就會選擇了社工 但是今天我聽完 你們這個作談會 就是令我 以前沒有想過 真的可能我比較天真 就是沒有想過現實情況 原來可能是 一些老闆叫你做事 原來和自己的價值 做事是會有相違背的 那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又被制裁到所制裁的時候 那你作為一個社工 那應該怎樣去面對呢 而你們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我相信都很大壓力 好像兩邊互相拉斜 那你們遇到這些情況 你們有沒有什麼可以怎樣去面對 我不知道這條問題會不會 好 比較 對 對 我有點害怕 不好意思 好 不用害怕 那位同學 害怕就他別害怕 好了 準備回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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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其實我聽完之後 我都覺得今天 是沒有理錯的 因為 首先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相信的一件事 跟台上可能剛才三位 講的東西都幾相似 就是我覺得 現在我都一直寫 都試一下 就是我都是畢業的 就是 實習完這年就grad了 那我現在都出現一個CD feel 那我都在想著 對 就是我們社工究竟為什麼可以 好像現在看到身邊很多 社會上面一些事事 或者很多時候社工好像 跟一些social action 開始很慢慢很脫節 反而 就是沒有了參與性 就在思考著 其實 我們社工的價值究竟是 應該純粹是focus在自己的feel 做好自己一個 就是例如你做youture 做elderley 做好自己份內工作就可以了 還是要 將你自己的價值 跟社會和政策扣連呢 就是這件事 其實是 一直都令我覺得 是 不斷在這裏嘗試 就是剛才我都很認同 你們說 現在社工應該要去 再重拾那種 你和公共性的關係 或者和social action的關係 那這件事 我覺得 就是例如 我有時其實都很煩 就是現在 做一個CD feel的時候 都會覺得 有些人會跟你說 哇 你做CD很威風 很厲害 可能會說 很多social action 很多公共性的東西 但是其實 其實是很反感的一件事 其實我們在CD裏面做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 應該是每一個社工都應該要做的東西 我覺得 我想說的意見 就是 我也很認同你們 對於公共性的意見和見解 所以我覺得社工復興運動 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好 請幾位嘉賓 我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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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十幾年 youth worker 早幾年就去參選這個社福界的選委 組成了一團 叫做進步社工 現在又加入了社工復興運動 自己有一個組織 叫做香港政策透視 專門去處理香港的公共政策 和社會政策 我有一位爸爸 我女兒三歲 我女兒的學院學校不收 關不關我事呢 垃圾經費關不關我事呢 關不關大家事呢 發展關不關大家事呢 香港的空氣質素關不關大家事呢 巴士公共運輸系統的發展 關不關大家事呢 或者單車可不可以做交通工具 關不關大家事呢 問題其實就是關不關我事 或者你們想不想關你們自己事 可以有很多方法 令到事情不關自己事 但是 就算你很不想事情關自己事都好 其實那一件事都對大家有影響 是的 那個影響可能是好 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剛才回答那個同學 就是我是實習的社工 又是學生 又是同學的身份 是呀 人有很多身份 我又是人家的爸爸 我又是人家的兒子 我又是人家的老公 我又是人家的下屬 我又是人家的上司 我又是人家的同事 我又是人家的後輩 又是人家的長輩 我又是人家的後輩 我怎樣在這麼多角色上 去到相處和自處呢 這個 你想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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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關自己事 不想關事 那就斷攬 想的 就要扣的 就是這樣 如果剛才說 究竟那個 就是 Empowerment 究竟是User Lead 還是Worker Lead 那我 我只可以想 就是我這麼多年 就是在Youth Work裡面 做一些Practice Model 就是可能會想 就是那個 co-creation的重要性 就是 有些Skills 青年人是真的要掌握的 那些Skills 是不是我可以教呢 我唯有去承認 有些Skills 我是真的 比他們掌握得更加多 我唯有去到承認 有些東西 我是比他們 好一點的時候 我才可以知道 我怎樣 才知道 怎樣去避免 一些Dis-Empowerment 的情況出現 比如一例 我明明懂得 一些政策的分析 但是我不告訴他們 好了 我把他們推出去 那又如何呢 這是一些 大家怎樣去到 讓這個平台 可以再發展的情況 可能有時候是Worker去Lead 可能有時候是User去Lead 我這樣說 好像很毛波 你都說了 我自己在做的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是他們Lead 有時候是 我去Lead 或者我Lead的時候 就是 將一些對他們的觀察 我再說出來 他們同意的 可能不同意的時候 不是說 Summer 我不同意這些說法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 怎樣去co-create 的一個情況 怎樣跟Agency 那個 怎樣拉扯 就是 你要知道 我要知道我老闆是什麼人 譬如我老闆很潔癖的 這樣 我不想那屍上身 那我就劫癖癖 一點 為什麼呢 我沒有理由 花那麼多 energy 去跟他做這些拉扯 而放棄了我其他的 事情 如果我跟這個老闆的拉扯 是可以讓到解放得多了我一些 一些工作的能量 或者讓到可以和對象 可以狹窄得多一些 那這個拉扯 我就覺得值得了 但是如果是可能拉扯 那這個門 由右邊開去左邊 好過左邊開去右邊 那這些我就 有得理了 這些就是個人喜好的 那 no big deal 究竟 一個重要性就是 我自己跟機構那個 鬥爭或者拉扯 就是我怎樣令到 我的服務對象 或者我的青銘人 是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如果這個拉扯 是跟青銘人的位置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不拉的了 有影響就拉了 我的回應就是這樣 剛才兩個問題 究竟那個社工和你的服務 是你的對象 究竟你在他前面 還是在他後面 還是怎樣 我傾向 我記得以前讀書 都會有說 當我們比較傳統的說法 我們就要 lay back 一些 對著 服務使用者 他們是怎樣的 他們先行 我們作為 support 他們自己 self determination 但是之後也會有一些 叫做新派一些 就是覺得服務使用者 其實跟工作人 應該有一個平凡的關係 其實我會傾向於後者 為什麼呢 就是正如我剛才對於去政治化 或者是價值的描述 其實當我們以為自己 是 容許服務使用者 self-determined 的時候 其實我們好像做了一個 價值的角色 但是其實 我們也是 其實已經在做一個決定 同時之間 就像剛才阿森所說 其實我們能夠擁有的經驗 和知識 其實我們可以和服務使用者 拆出火花 和可以有交流 當然一些重大的決定 始終都是要服務使用者去決定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當他們的意願 其實怎樣去execute 或者 formula 成為一個具體的行動 或者去計劃 其實這些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無理worker 或者是我們的對象 其實都有大家的優點 其實有他們 比如說他們自己的故事 我們永遠都不能夠作為 是代替他們說他們的故事 說故事一定是他們自己說 令到去appealing appealing appealing到公眾的 其實都是他們的說話 才可以做得到 而我們的角色 是代替不了他們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得到 就是把他們的意願 怎樣去化豬 成為一個行動 或者是計劃 camping也好 action也好 又或者是他們的 未來的計劃 planning也好 所以我想 我們那個角色 反而擺下自己的階段 是一個最初的階段 就是聆聽他們需要的階段 當他們的需要 是確立了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 其實他們的 hesitation 其實未必是這麼嚴重 譬如我會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在過去的 即我們都會用回 蔡元村的經驗 過去的居民運動 由六七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其實都是會集中於 爭取安置賠償 一個比較好的回應待遇 其實沒有人曾經提出過 不遷不拆這個可能 或者是這種可能性 其實當我們可能 一開始去洗村的時候 很多的村民又很自然地 或者記者去博威也很自然地 好些的安置賠償 但是 是不是就這樣聽他們 說這句話 就說 好了 我和你一起 爭取好些的安置賠償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 更加 active audience 就是了解他們 其實他們身正的需要 是什麼 其實原來 可能他們提出 要好些的安置賠償 其實是因為基於一種恐懼 因為覺得 不搬就一樣 沒有可能的事情 其實他們已經是 背後 已經有一種 被自己的前客 其實是否可以和他們 去探索一些 其他的 alternative 或者可能性 其實我覺得 我們是可以有這種 這樣的角色 是去發掘一下 其實他提出這個 這樣的意向背後 其實是否有其他的憂慮 那我覺得 我們可以有一個角色 去釐清 其實他們的意向 那個可能性 或者是 一個零類的可能 然後 之後 擴納了一個 方向之後 我們可以一起去行動 所以我也都會覺得 不需要說 是去特別把自己 收回自己 其實我們擁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我們的資源 亦都這個資源 其實我們是可以貢獻出來 而這個貢獻 其實我們不是要去 蓋過他們 不是要把我們自己 impose 到他們身上 但是我們應該要 要察覺到我們自己的資源 在哪裏 然後去貢獻 在跟鳳姐的合作上面 剛才那位 剛剛做了四個星期的同學 的說話 是怎樣去面對 其實我都不適應 你問我 其實我都不太懂得去面對 就是 倒反過來的就是 我想 我們要學會 就是 如果你真是最基本 你都接受不到的話 可能就要像我們那樣 不在那一行 那 或者 只不過在第二行 是去做我們認同那個價值的東西 但是你覺得 又未至於這麼大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 這種更加要大的勇氣 就是怎樣去學習 去擦邊球 那 怎樣去擦邊球 其實是 你擦得厲害 你可以令到在你的位置裏面 做到你自己的實踐 正如剛才 朱包所說的那種可能性 其實是可以在任何一個環節上出現的 那 所以 我想 如果是回應你 可以這樣 首先很感謝 坐在最後那位同學提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我是社工 但是我當是一份工 或者我不會當是一個身份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反思 但是假如真的把它當成一份工這樣做 你會很辛苦 因為你是一個好的員工 但是你是一個好的社工 因為你可以想像到的畫面就是 你和卡人聊天 5時59分 你還很七情相面 跟她說 你很慘啊 6時一撿 走了 卡人幹什麼 我收工了 你不會的 你會越來越投入 是因為 真的要將你一個的身份 融入在裡面 你沒有辦法比得開 除非你跟我說 我覺得自己不對了 我要離開了 但其實有些事很奇怪 我經常會覺得 有一句說話都對 蜘蛛有說過 能力越大 你有這個能力 你的能力就是可能去做到 令她明白 令她相信你願意和她談談 然後從而去找雙倍的資源 提供方法 當然你不是萬能 但是你會陪她同行 這個很好 也都是另一位同學所說 社工不是光環 我很同意 它不是光環 當然勉強在一圈的話 它是一個水泡 還要是醉醜 有鴨仔頭的水泡 在海裡浮一浮一浮一浮 因為自己都不知道 跟著要怎樣的 卡人抓住你 你可以令到她 入短暫的求生 求存的時間 但這個不是方法來的 當你有一天 你匯合到其他的水泡 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大海 然後一大堆水泡 都融合到一起 你們就不是水泡了 你們是一艘船 香港現在還未到一艘船 現在香港是一艘零散的 社工水泡 在淋淋種種噁特的 款式都有 在不同的海裡 而你去救得一個 但抱歉你的水泡 頂多救兩三個人而已 假如這個能力 不能夠融合的話 我們是做不到事 所以這個是我們 要下去的反思 就是你怎麼看自己 既然你有能力浮在海面 你是不是看著人 死都不夠呢 你要救的 你是社工來的 你是一個社工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責任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是的 你有責任告訴他 那個卡人 你有什麼將來 你告訴他 你跟著這樣做下去 你可以怎樣 可以捱得過這一關 你要給他 你給他一個希望 所以其實剛才 那位同學 四個星期的同學 我覺得要給點掌聲 因為這個同學 你們明白 你選了 我對你有一個想法很有趣 就是說 我起初覺得不是這樣的 拍拖也是這樣的 我起初覺得不是這樣的 我起初覺得我女朋友很疼我 結果不是 OK 那所以 那說一下 所以 你明白 你有期望落差的 但是你要磨合 這個其實是真的 跟拍拖和做一份工作 或者你找一個叫做 我的志願的過程是一樣 就是那個過程是 你怎樣能夠磨合成功 就是最後會令到你能夠 拿到那份工作裏面的甜 我現在太多三文 就太快了 對不起 主導者和幕後追動 我估計 我們都盡量是 如果可以是 Stay with幕後追動 因為那個Movement 那個我爭辭 不應該是由你去領導的 如果是不成熟的 就醞釀多陣 甚至乎不採取行動 那場仗不是就是你 你是一個守護者的角色 但是那場仗必須是他們去打的 你和你一起打 但不是你做Leader 這個是我的理解 第二就是 份工是份工 你一定會遇到這些人 就是我 明年2014 就是Final Lecture 我就會講這件事 就是 和學男出去之前 一定要面對 社工的三個處境 這三個處境 在你身裏都會出現 第一個就是 社工只不過是一份工 就是occupation 打一份工 大哥 我已經很清楚 進來讀書是甚麼 學生會同學 說你不要再學我這麼多 我決定以最低的勞力 援取你的Degree 所以你施救的 你不要對我又 堂堂都做十篇八篇文 給我印賣 製造壓力給我要看 還有麻煩你不要說 什麼 等於道德實踐 政治實踐 打份工賺食 你想怎樣啊現在 已經很沉重了 生活 對於這堂學 我有個忠告 occupation fine 大家打工 堅持一個原則 就是同手無欺 貨銀兩額 就是你份工有個job spec 你做好它 完美打補它 你覺得對得住那份糧 那就OK的了 我不會做得的 這是第一個境界 這個當然是大家不太認同 但有時會被迫在這個結界生活一陣 打份工而已 事不與我的時候 都要做事都要生活的 做好份工都重要 第二就是專業 專業的那個境界 我覺得就是 你對自己是有些比較 Demanding的要求 就算你做些interview 做小組搞program 也不是很理想 但旁邊那個棚長就是這樣 他不懂而已 但你不要自己傻 自己哄著 他今天做得很好 其實不知所謂 不過那個人 懂得笑死 不懂得嚇死 他現在覺得很厲害 不懂得 專業那個字 我的操詞很重要 尤其是 不僅是技藝上的精進 還有我講的價值的操守 和持守很重要 當然去到葉寶林 和這些大哥的境界 我猜就是 那個專業不是專業 而是vocation 是一個calling 或者Max Faber所說的 置業 置業就是你的生命實踐 和你的工作基本上分開 社工就是你 你就是社工 你不會說 放了工之後 我就不是社工 回去照產費用 或者照顧一個年輕人兩巴 不會 社工已經入了你的骨 你會和女兒聊天 你不會供她 你現在會蹲在這裡 很堪步 平時 一個工人 你老婆都會稱讚你 你懂得對她這麼好 她做成這樣 根本不行 她都是人 她都來鄉別請你打工 人當然會錯 有時她absent mind 很正常 忘記關火 有時她們都會有 有時狀態低些 事鄉 和炒炒 即是比較人性一點 去對待你身邊的人 這根本已經是你的生命的部分 社工跟你分不開了 所以你不能要求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學生說 罷工而已 你不是說你不對 這樣 就收不到學生了 會不會對人很難 第三個問題 就是受老闆制限 其實同學我告訴你 就是no pay no gain 你一遲早都會學會 在任何地方做事 就算你做推銷 做商業 你都會受很多制限 你會學會 都會有這些限制 不過社工有時會痛苦一點 因為 他撞在牙籌寫著 我說理想 這四個字 但外面的大哥 就很虛偽 我們都會說 不過你做立法 他們不說 但他們仍然 不是真的說 但他們好像在說 那樣 其實所有做social care的行業 教師 我們 child care nurse 醫生 facial OT 全部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關懷行業的麻痺症 你的制度很多黑壓 你的上司 同時會做一些很容易化的事情 你就要問自己 為甚麼時候還要堅持 堅持值得嗎 我這幾年 因為都沒有朋友 我帶seminar 但當我七八年前 我帶seminar 的時候 我和同學比較熟 一些 我曾經有五位的學生 去做空姐 就是養靚聲 甜聲聲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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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會有些心髒 他是很敏感 很敏銳的 人生一生就一生 沒有理由不去 去了 最好我留了兩年半都回巢 五個先後都回業做社工 這個故事我不說那麼多了 但有些學生都在賣相機的 賣賣下就搞相機雜誌 現在就搞這些相機的集團做了medial management 有些就賣電腦 初初就賣不到 就來跟老師賣 死不死 到現在越賣越起勁 有些學生就轉了行 但我看到觀察到一件事 其實大部份人都喜歡做一些有人性關懷的行業 不過人性關懷的行業痛苦在哪裏呢 第一 被你關懷的那個人不領你情 第二 就是那個機構 基本上又不是真的那麼人性關懷 因為有很多行政的事情 搞到你不像人鬼 不像鬼 你要認真堅持 其實你要付一些代價 總之辛苦的 你景仰的人竟然說一套做一套 你會失落的 其實那是成長來的 恭喜你 The end of innocence 就是你純潔的消逝 你覺得世界上再不是白紙一張 其實很多異如我詐 《監獄風雲》裏面第一集所講的 就是猛獸 我真是隻猴子去找空間生存 其實社工有時都是這樣 你有些執著 有些堅持 你知道環境是不理常的 但你仍然要決定實踐 因為要做一個像樣的社工 一個尊重自己的社工 尊重自己的社工 有時就要學會了靈巧 即是怎樣在這些位裏面生存 哪些位你會妥協 那些道門左定右定 老闆你說喜歡哪裏最美 不就哪裏 無所謂 但如果做program的位置 我有些學生很聰明 我有些部份學生 是採取那些不是鬥爭的 我一定會每年都做幾台大戲 跟老闆拿採 不過老闆之外 是幫他建功立業的 一個工具 不過同時間我會去 我會說 我做了這些事情 同一時間 給我開一些你以為很廢的小組 今次今日還有人開十二折的小組 你搞甚麼 或者數字又低的那些 總之我有些學生很聰明 去跟老闆 bargain 就是我跟理工成略地沒有問題 但在最後你就要給我做 我要做 有個學生層是這樣的 是SWA來的 但他接班很行 他回來讀Degree的時候 老闆已經升了上Hack Quarter 給他一個Z跟他去寫Proposal 你以為很棒 對著阿海 他又很不喜歡做這些工作 但他覺得這就是他的戰略價值 老闆這樣identify 都沒有壞的幫助 他拿到一些project 但他跟老闆說 七成的時間是做Proposal 三成是要做Frontline的 說不行就拉倒 拉倒就是要走 老闆為了要留他 就忍他 經常都餓他 但都給他做三成學校社工 不知他怎樣搞定 有三成就給他在學校 但他讀完書之後 他始終都離開了一間機構 因為他喜歡做Frontline 他始終都是跑去做學校社工 但我看到這些是其中一些 所謂他們develop出來的策略 去跟機構揪旋 很多這些Story 都不方便在這裏講 對 我很同意這個同學 別這麼宰喪 我想說CD裏面做的事 根本就是每個社工應該做 對的 非常同意你 起碼有一個community based 的perspective很重要 還有CD裏面做很多組織的工作 其實在microwark的同工 我常常不要做 我們經常講 把過來人組織起來 他們都要自己幫自己 他們都要成為其他 合入來的人的一些blessing 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美麗的地方 就是自助 還有那種大家都有負擔 有包袱有傷口 但是集合在一起 竟然我們會發揮到一些 很miracle的東西 去幫到別人幫到自己 社工基本上是一項 盜人自盜的行業 所以我的解答就是 是這麽多 我們都不會放棄的 希望我們都不會放棄 OK 很多謝 剛才大豬用Diana Vindos 我就經常用花育的小雞 我知道這是我的意思 我想今天也是一個很麻煩的 topic 這個 topic麻煩 Divine很深的 topic 幾位港者也很深奧下去 亦都令到大家可能不同的情況反省 我想去到最後 涉及到一樣的就是 你怎樣利用你幾年的求和時間 對你自己 和對這個專業的一種拿捏 而作出一個選擇 但是最糟的就是 你不在業之後 你選擇做或者不做都好 你都可能回來或者不回來 這就是人的一個掙扎 Anyway 很多謝大家出席 亦都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個活動